楚旋益没有想到 她会在25岁生日这天 确诊一线癌 医生说一线癌是癌中之王 一确诊就是晚期 几乎没有治好的可能 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钱续命 但即便如此治疗的过程 也仍旧苦不堪言 她浑浑噩噩地坐上车 回到家推开门的那一刻 正好看到江燕州坐在沙发中央 满脸笑容地接过爸妈手中的水果 而后是姐姐温柔地拿纸巾 擦去她嘴角的污渍 一家人其乐融融 不知道有多幸福 见到楚旋益出现众人脸上的笑容僵住 仿佛见到了什么不愿意看到的东西 这一刻她忽然觉得有些可笑 庸人的儿子备受宠爱 而她这个真正的儿子却被多番嫌弃 说出来怕是无人可信 可这就是她面临的现状 江燕州是15年前来到他们家的 她爸爸去世的早 只有一个妈妈拉扯着她 在楚家做了多年的庸人 因为在楚家工作了许多年 他们一家早就将她是做亲人 直到后来江燕州的妈妈意外去世 死前她苦苦哀求楚家 抚养自己唯一的儿子 于是善良的父母便将江燕州带到了楚家 自那日后变成了她的噩梦 江燕州来到楚家的第一天 爸爸妈妈和姐姐就告诉她 江燕州没有了爸爸妈妈 她要善良要懂事 要学会让着她 于是从小到大她什么都让了 江燕州喜欢她的房间 她就必须收拾行李让出卧室 江燕州因为考试考不过她而哭闹 她就再也不被允许考高分 江燕州羡慕爸爸妈妈姐姐从小闯着她 她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 将原本属于她的宠爱 也一模一样甚至变本加厉地分给她 这些她都可以忍受 可她没有想到江燕州居然会利用自己的忍让 一次一次地给自己泼脏水 这些年因为江燕州的添油加醋 她成了父母和姐姐眼中不学无数 嚣张跋扈 只会欺负人的恶霸 而江燕州则是温润如玉 善良体贴的谦谦君子 父母和姐姐的宠爱全部被她夺走 心中公正的天平也彻底向她偏移 楚玄义拽紧手中的癌症确诊单 一步一步走到众人面前有些艰难的开口 爸妈姐姐 我得了癌症你们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医生说让我住院治疗 她本来是非常有天分的绘画家 五年前还因此获得去国外保送的机会 可就因为江燕州一句好羡慕哥哥 在爸爸妈妈和姐姐的强烈要求下 她只能将保送的机会和绘画 的署名权全都让给了江燕州 江燕州拿着她的名额去保送 拿着她的作品去参赛 不到短短三年就在业界一炮而红 名声大噪而她却只能窝在家里 成为了靠父母才能勉强维持生活的可怜虫 这些年她一直被父母和姐姐忽视 可她现在确诊癌症了 有那么一刻她想他们会关心她的吧 会发现终于忽视了她这个亲生儿子 对她开始心疼了吧 她殷切地期盼着 可下一秒楚父便从她手中拿过癌症确诊单 上下扫尸一眼之后冷冷笑了 楚母更是看都没看 而是用冷漠的眼神看着她 燕州说得没错 你现在果然是谎话连篇 编你继续编 楚玄义错愕地看着他们 刚要开口将燕州就通心棘手道 哥之前我就看到你造假癌症确诊单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现在终于明白了你真是已经魔障了 为了骗钱怎么能得癌症这种谎都能撒得出来 幸好我提前告诉了爸妈才没让他们被你骗 他说完又去安抚楚父楚母 爸爸妈妈你们别生气了也不能全怪大哥 他和我说你们给的钱实在太少了 他又改不了大少爷脾气 花钱如流水在外面欠了不少钱 才不得不想出这种办法骗钱 现在撒这种谎来骗你们 应该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吧 听到将燕州如此颠倒黑白的栽赃 楚玄义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 他慌忙地和父母解释 爸妈我没有我真的得了癌症是他诬陷我 话音落下一旁始终沉着 脸没说话的楚清然忽然抬手 狠狠地朝他脸上甩了一个耳光 你自己自甘堕落竟然还敢拖燕州下水 他和你不一样燕州是什么人我们心里有数 楚玄义的脸被抽得火辣辣的疼 如坠冰窟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这是25年以来姐姐第一次打她 从小她比父母更疼爱自己 连她稍微磕碰一下独心疼的要命 可是此刻她为了将燕州 给了自己的亲姐姐一个耳光 这一耳光不仅仅是打在脸上 更是将她心里的那些希望和期盼打得粉碎 我真的没有说谎我真的得了 见她捂住自己的脸颊 依附世界崩塌的模样 楚母摔了杯子 够了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你就要和傅南希联姻了就不能消停点吗 你继续这样堕落下去 我们怎么和福家人交代 而楚父更是一脸恨铁不成钢 最近这段时间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哪儿也不肯去 说完一家人带着江燕州上了楼 再也不看她一眼 只剩楚悬翼一个人 站在一地狼藉里哭得气不成声 直到到了晚餐时间 他们才拥着江燕州下楼来 因为江燕州喜欢吃海鲜 所以满满一桌子 全都是江燕州爱吃的 楚悬翼从小就对海鲜严重过敏 只是碰一下身上都会长疹子 在她确诊一线癌以后 更是闻到这种昏心就反胃 她在没辩解癌症的事情 看了一眼便默默上了楼 楚母愤怒地摔了筷子 看看她现在也不知道是甩脸色给谁看 都是一样教得她 连燕州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 楚悬翼脚不一致 随后强行忍住泪水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房间里 她一个人抱腿坐在床上 终于忍不住拿出手机 拨通了傅南希的电话 她和傅南希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这些年 每次她在家里受了委屈 都是傅南希给她温暖 此时此刻会坚定地相信她 并且支持她的人 只有傅南希了吧 玄奕怎么了 电话接通 听着电话那头 傅南希温柔的嗓音 楚玄奕忍不住想哭 她刚要开口 将癌症的事情告诉她 下一秒 傅南希的声音却变了 玄奕燕州打电话过来了 应该是有急事 我先挂了 她话音落下 也不等楚玄奕回应 毫不犹豫地挂断了自己的电话 像是急着要给另一方回应一般 太平洋 隔着几万公里的距离 她从未如此心慌过 从什么时候开始 傅南希居然也开始 对江燕州如此上心了 不知道为什么 她内心的恐慌越来越深 她觉得自己好像 连傅南希也快要失去了 但很快她又安慰自己 不会的傅南希那么爱她 无论失去谁 她也不会失去她的 接下来的日子 楚家夫妇 果然不允许她再出门 即便她哀求自己 需要去医院复诊 两人也只当 她是为了逃出门的借口 而将她反锁在房间里 当癌细胞扩散 疼得她浑身颤抖时 她只能一把一把地 将抽屉里的止痛药 往嘴里塞 而楼下是江燕州和她的 父母姐姐唱谈的欢乐笑声 好在她终于熬到了婚礼那天 当天傅南希从国外回来 穿着一身黑色高顶裙子 来接她 楚玄义看着自己眼前 亭亭玉立 笑得温柔的人 眼眶忍不住红了 他们青梅竹马 这么多年从校服到婚纱 如今终于能和她一起 步入婚姻的殿堂 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 从今往后 她终于不用再因为江燕州 而在家里受尽委屈 傅南希朝她走过来 握住她的手 看着她近乎苍白的脸色 眉心不自觉拧了拧 手怎么这么凉 是有哪里不舒服吗 她还未来得急开口身后 父母忽然紧张地冲了过来 他们拽住傅南希的手 眼底满是担忧 南希燕州不见了 傅南希神色同样一变 怎么回事 这孩子明明是跟我们一起过来的 转眼间就不见了 傅南希粗着眉毛里 全是担心她安抚储父傅母 然后就准备去找人 可此刻还有不到十分钟 就要开始入场了 傅玄义突然有种感觉 如果此刻她走 她可能就会彻底失去她了 想到这里 她连忙攥住傅南希的手 南希婚礼快开始吧 先举行婚礼吧 话音刚落 傅母便恶狠狠地看向她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弟弟都不见了 你怎么还有心思举行婚礼 而就在转瞬间 傅南希也做好了决定 悬疑婚礼 推是先找人吧 说完她便推开储悬疑的手 跟着储父储母快步离开 她做出了选择 为了将燕州抛下了她 看着傅南希和父母离去的方向 储悬疑整个人 就像被扔进深海 即将溺斃 直到不远处 传来父母的尖叫和哭喊 将燕州自杀了 她昏倒在洗手间 手腕被割破 旁边还放着一封遗书 上面只有一句话 南希姐姐你要结婚了 我的暗恋终究无法说出口 祝你和大哥幸福 来生我一定要先遇见你医院 一众人焦急地等在手术室门口 直到手术室的灯灭 大家连忙冲了上去 医生摘下口罩 幸好发现得及时 伤头也不深 没什么大碍 现在病人已经醒了 不过她有轻微的抑郁症 记住千万不要再刺激她 很快将燕州 便从手术室被推了出来 见到她没事 储家夫妇第一个冲了上去 傻孩子 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 可让我们怎么活 喜欢南希 为什么不说出来 自己一人默默承受 你这是要心疼死爸妈啊 将燕州哭着 扑进储母的怀里 委屈至极 对不起爸爸妈妈 你们已经对我很好了 我怎么还能和大哥 抢南希姐姐呢 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 更不想让你们 因为我而为难 可是我真的太喜欢 南希姐姐了 我以为我可以忍受的 可看到她和姐姐 在一起的时候 我真的痛苦得 好像快要死掉 就让我离开吧 求你们了 让我死吧 储家父母抱着她哭作一团 浑然忘记了 今天本该是 储玄义的婚礼 众人在医院 照顾了储玄义 整整一天 直到晚上的时候 才终于把人哄睡 只留下储清然 在医院照顾她 而众人回到家 一进门 储父储母 就叫住了 储玄义玄义 这些年 他们已经很少会用 这么轻柔的语气 和她说话了 不知道为何 储玄义忽然 便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储父第一个开口 玄义算罢 求你燕州 那么喜欢南希 不如你就把南希 让给她吧 储玄义不敢相信 自己听到的 心脏像是忽然间 裂开了一道缝斑 呼呼往里灌着冷风 而下一秒 储母也已经开始 如气如素地心疼起 将燕州来 这孩子实在太苦了 从小就没了爸妈 既然篱下不说 还得了抑郁症 你什么都有了 就不要和燕州争了 好吗 她把所有的痛苦 都选择一个人默默承受 看着实在太让人心疼了 玄义你就把南希 让给燕州吧 储玄义如坠冰枯 她怎么也没想到 父母会是非不分 到这种地步 他们那么在意 将燕州的抑郁症 却从没想过 自己的亲生儿子 得了癌症 若是不治疗 已经时日不多了 她只感觉 天地都在旋转 有一瞬间 她甚至分不清 站在自己面前的 是不是她的亲爸妈 过了好久她才到 南希是个人 不是物品 我不能让给她 正在储父处母 还要再说之时 下一秒大门被推开 储南希赫然出现在 众人面前 我不同意 储玄义的心头 顿时燃烧起希望 她就知道 哪怕全世界抛弃她 储南希也一定 会站在她的身后 可很快 储南希又开口道 不过燕州 现在情绪不稳定 我和玄义的婚礼 就先延迟 等到她病情稳定再说 而且这段时间 我会和燕州在一起 直到她没有了 自杀倾向为止 储玄义的心 又瞬间沉了下去 她看着 站在自己面前的女人 却觉得自己和她的距离 好像越来越远 逐渐产生了 那她怎么也跨不过去的鸿沟 她做这些决定的时候 有那么一刻 想过要和自己商量吗 延迟婚礼 她有想过没有 自己的癌症 可能已经坚持不了 那么久的时间了 可看着她抗拒的眼神 傅南希的声音 是那么坚定而绝情 悬一听话 难道你要眼睁睁 看着燕州 为了你而送命吗 储悬一从未有过的绝望 她苦涩地将嘴唇咬出血来 心底有一万地呐喊着 喊不得声音 可她知道 不管自己如何抗拒 都无法改变大家的决定 她想起什么终于妥协 延期可以我要一百万 她也不想用这种办法要钱 可她真的时日无多了 果不其然 储家夫妇听后脸色一变 满脸失望 只恨不得从没生过她这个儿子 但大抵是 终究江燕州的性命比较重要 不想让她在刺激储悬一 终于还是同意了她的要求 之后的日子 一家人把江燕州宠上了天 她要吃什么 姐姐不管多晚 哪怕跑三条街 也会送到她眼前 父母整天陪在她的身边 唯恐风吹草动惹得她不开心 而傅南希充当着最合格的守护者 连她上下楼都亲自陪着 楚玄义成了这个家最碍眼的存在 以至于两人生日那天 所有人围在一起替江燕州庆祝 根本就忘记了她也是今天生日 一家人把精心准备的礼物 送到江燕州面前 父母亲自把贵求了一百多 各台阶得到的平安服 送给她眼底满是宠命 生日快乐爸爸妈妈 希望你永远健康平安 而楚清燃则是买下限量版手表 给她戴上 轮到傅南希展示自己的礼物时 江燕州低头羞红了脸 南希姐姐你能不能亲我一下 傅南希抬眸和楚玄义破碎的眸光撞到一起 她顿了顿低头 轻轻吻在了江燕州的脸上 那一瞬楚玄义仿佛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 她仓皇地转身上楼 不去看楼下围着江燕州 其乐融融切蛋糕的场景 从手机里掏出手机 她拨通了医生的电话 林医生 我的治疗费用已经打过来了 我什么时候住院 电话那端的人愣了愣 反问道 什么治疗费用 楚先生 账上没有收到你的打款 她立马挂了电话 查询账号余额 数字竟然显示为零 楚玄义身体一颤 一股良意从头顶蔓延 瞬间 浸透四肢百骸 就在她打算下楼询问父母的时候 江燕州端着一块蛋糕 缓缓走了上来 她勾唇轻轻笑了笑 哥哥 你是在找你的救命钱吗 不好意思 忘记告诉你了 我已经转走了 爸爸妈妈所有银行卡的密码 都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一下就转账成功了 治疗你就别想了 我就是要让你重判清理 失去一切 你就乖乖在这等死吧 楚玄义看着站在自己面前 神色得意的人 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挥手朝她脸上甩去 与此同时 见江燕州迟迟没有下楼的众人感到 看到的便是楚玄义一个耳光 甩在江燕州脸上 然后她从楼梯上摔倒滚下来的画面 因为拉扯 江燕州的伤口裂开了 楼梯上都是血 她脸色苍白地拽住楚家夫妇的袖子 爸妈 我只是让哥哥下去吃蛋糕 结果她看我不顺眼 把我推下了楼 话音落下 她彻底昏死过去 楚家夫妇气得暴跳如雷 他们看着楚玄义 恨不得生生从她身上弯下一块肉来 而后赶来的楚竟然 更是狠狠一脚传向她的膝盖 逼迫她在地上跪下 燕州是你的弟弟 你怎么连这种歹毒的事也能做出来 如果燕州出了什么事 我们为你是问 楚玄义痛苦地跪在地上 眼睛已被白雾笼罩 她抬头看向傅南西 可她只是用冰冷而又失望的眼神扫了她一眼 随后将将燕州打横抱起 匆匆离去 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 她像是被扔到砧板上的鱼 被活活开膛破肚 痛不欲生 没有人相信她 治疗的费用没有了 江燕州还夺走了她的父母 夺走了她的姐姐 连她最爱的女人也一病夺走了 一夕之间 她失去了所有 疼痛来袭 楚玄义猛地吐出一口血 痛苦地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 原来说 一线癌是所有癌症中最痛苦的 并不是危言损听 此刻她身上的每一处毛孔 都好似被扎入了毒针 动一下变痛得快要死掉 她大口大口地吐着血 脑袋昏沉一片 突然有种预感 今天 好像就是她的最后期限了 可是不行 她绝对不能死得这么不明不白 她要让所有人 都知道真相 让爸爸 妈妈 姐姐 傅南希知道她没有撒谎 更要让她们知道江燕州的真面目 到那时候 她们会不会有哪怕一颗的后悔 她艰难地掏出手机 进入直播平台 打开视频 颤抖而又绝望地输下每一个字 全球死亡直播 楚玄义是被一阵猛烈的摇晃给吵醒的 睁开眼才意识到 自己原来在冰冷的地板上昏死过去 到现在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 而出现在眼前的 是她的所有家人 还有傅南希 见到她醒来 众人的眼神从担忧变成愤怒 楚玄义 你在发什么疯 要不到前 就在这里危言耸听 还开什么全球死亡直播 楚玄义低头看着手中的手机 这才知道自己昏迷的这段时间 直播已经被顶上了热榜 而父母姐姐还有傅南希 都看到了她的直播 大抵使她昏过去的画面太逼真 弹幕的人都被感染了 纷纷嚷着让人去救她 可这会儿 直播的人听到楚母说 她故意划中取宠 开直播骗钱后 觉得自己的爱心被欺骗了 纷纷怒不可遏地 对着她破口大骂 真恶心 原来是骗子出来划中取宠 为了骗钱 什么理由都想得出来 真要死的话 怎么不直接去死 还在这儿假惺惺地搞什么直播 楚清燃上前夺过她的手机 关掉了直播 随后一把将她从地上拉了起来 少在这用番茄酱 装嗜血过多了 现在被你害得 真正嗜血过多的是燕粥 血库的血不够用了 刚好 你收刑血 你赶紧去给她献血 楚悬翼被拽得眼前发黑 甚至没有力气反抗 就被推出了门 她看着迅速把自己带上车 然后飞速地开车 前往医院的众人 甚至不清楚 他们这样着急地回来 究竟是害怕她真的死掉 还是单纯地为了拉她去 给江燕州献血 冰冷的针头扎进血管 楚悬翼紧张地浑身一颤 而她的父母 姐姐 还有傅南希 此刻都紧张地守在江燕州的床前 见到她因为疏血 而逐渐红润的脸色 众人都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燕州 好点没有 想吃什么 妈妈回去给你做 妈 回去做太慢了 燕州想吃什么 姐姐现在就去给你买 江燕州感动地扑到众人怀里 大家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头 角落里的楚悬翼 看着浑然和自己 不属于一个世界的人 艰难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她一步一步地往外走 在走出房门后 终于支撑不住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她仍在林医生的办公室里 见到她醒来 林医生满脸的担忧 楚先生 这段时间你到哪里去了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病情发展得很快 再不入院治疗的话 你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还有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怎么能陷血呢 楚悬翼不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 沉默了许久后 只是无力地摇了摇头 我 没有钱 林医生满脸诧异 楚家在京市是豪门 怎么会连给自己儿子治病的钱都没有 你家人呢 家人 楚悬翼想到这两个字 眼泪便不受控制地倾斜而下 她什么也不说 默默流泪 颤颤巍巍地从林医生办公室走了出来 不知不觉 她又走到了江燕州的病房门口 门没关 父母和姐姐已经走了 只剩下傅南希在床边陪着她 江燕州不知和傅南希说了些什么 眼底忽然便泛起泪光 而后 她揽住傅南希的肩膀 朝她的唇吻了下去 傅南希迟疑了一瞬 却并没有躲闪 在两人的唇即将触碰上时 楚悬翼不小心踢到了一旁的垃圾桶 声响惊动了房间内的人 在看到门外站着的楚悬翼后 傅南希立马推开江燕州追了出来 分明做错事的不是自己 可楚悬翼也不明白 为何在看到傅南希后 会狼狈地转身逃跑 傅南希抓住她的手 紧张地看着她 悬翼 不是你想的那样 楚悬翼只觉得无力 我想的哪样 南希 你是不是忘记了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傅南希拧着眉头 神色凝重 我没有忘记 燕州现在身体太虚弱了 一点刺激都不能受 如果不是你把她推下楼 或许她现在的状况会好一些 听着她埋怨的话 楚悬翼心中一片欺然 她苦涩地扯了扯唇 所以你就能接受她的吻了吗 你对我做过的沉默 都不作数了吗 回忆过去 傅南希和她 真的很相爱 他们从五岁变认识 他们是彼此的初恋 第一次牵手 第一次接吻 所有的第一次体验 都给了彼此 在全家人都偏爱 江燕州的时候 只有傅南希 永远毫不保留地 站在她的身边 她背着发烧地去学校 她在她被罚跪时 打攒站在她身边 每个生日 精心准备独一无二的礼物 她说 她是她最爱的人 当初的承诺言犹在耳 可眨眼 她就牵住了江燕州的手 看着她失望的眼眸 傅南希没有在做解释 而是冷下了谋 我承诺的是那个单纯 天真 心地最善良的储玄义 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自己有反思过吗 储玄义正正地听着 她对自己的指控 终于明白 那个说会永远相信自己的人 也偏向了江燕州 她知道 自己在做解释也是徒劳 只能绝望地转身离开 回到家 储玄义再次打开手机 像做出什么决定一样 再次点开了直播的页面 这次直播的标题是 全球直播死亡 倒计时30天 上次直播影响很大 所以这次一点开 便有无数网友涌了进来 和之前不一样的是 这次的弹幕 全部都是谩骂 想前想风了吧 又来这一出 要死就直接死 不要直播了 恶心 看到这张脸就想吐 不 储玄义无视那些谩骂 直录了几分钟视频 设置日后可回放后 便关掉了直播 在直播关掉的同时 门口忽然传来一阵 猛烈的杂门声 她走到门口打开门 迎面对上姐姐 储清然愤怒而又通红的毛子 储清然愤怒地推开她 拿起她桌上的手机 愤怒地往地上砸 有意思吗 你故意搞这种东西 到底为了什么 一天不惹事 你不开心是吧 她麻木地看着自己的手机 被储清然踩碎 心里早就和那手机屏幕一样 碎成了无数块 见她不说话 储清然越发地愤怒 我知道你嫉妒燕舟 嫉妒她什么都比你好 爸妈也更喜欢她 你以为你弄这么一出 就能比过她了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什么死亡直播 你为了钱脸都不要了是吧 你看看外人怎么说你的 你不要脸 储家还要 储玄奕从未想过有一天 最宠爱自己的姐姐 会这样对着自己口不择言 以至于在遭受到这样的伤害时 她连反驳的勇气都没有 在储清然终于发泄完自己的怒火 准备出门时 储玄奕忽然叫出了她 姐姐 你以前最疼的人就是我 小时候 我后座有个男生 老是欺负我 撕碎我的作业 还把我的手办玩具弄坏了 你就跑到学校 守在我身边 捡烂她的衣服 说谁也不能欺负我弟弟 再后来 我大一些了 你被校外恶霸给缠上 我每天偷偷跟在你身后 还和他们打了一架 为此肋骨断了三根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 有什么好吃的 好喝的好玩的 你都会第一个想到我 爸妈罚我的时候 你都会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你说我是全天下最好的弟弟 姐姐 我们现在怎么就变成这样呢 楚清然停住脚步 娇小的身子微微一震 而后 她沉默了几秒 说出了最恶毒的话 因为你不值得 说完 她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不值得 楚悬翼突然笑了 笑出泪来 当了这么多年的姐姐 原来 就换来一句不值得 此后的日子 楚悬翼仍旧每天都会开启 死亡直播倒计时 弹幕上的谩骂铺天盖地 偶尔也会有人疑惑地问 既然她都开启倒计时了 等时间截止那天 我们看看她到底会不会死 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质疑的声音 很快便被骂骂掩盖 楚悬翼也不在意 每天拨几分钟 便匆匆下线 楚家夫妇并没有在意 他们一门心思 扑在患了抑郁症的江燕州身上 根本没有心思搭理她 江燕州出院那天 全家出洞 和傅南希一起把她接了回来 进门的时候 她挽着傅南希的手 傅南希捧着鲜红玉地的玫瑰 带着笑容 姐姐把她带上了楼 而后一家人围在了楚悬翼的身边 见她脸色苍白 傅南希主动上前握住了她的手 怎么几天不见 瘦了这么多 上次的事是我不对 我不该那样和你说话 对不起 原谅我好不好 说完 她从一旁的袋子里拿出一个手表 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 喜欢吗 楚悬翼不知道这又是什么招数 只正正地任由她将手表 小心翼翼地戴在她的手上 晚餐的时候 江燕州没有下楼 而父母和楚清燃竟出乎意料的没有像往常一般 非得等她下楼了才开餐 楚母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饭菜 一家人热情地招呼着楚悬翼多吃点 此时此刻 楚悬翼说不清楚自己心中是什么样的感受 这么多年 她好像终于再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满 她低头看着桌上的菜 一桌子 仍然大多数是海鲜 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下一秒 楚母就给她加了一筷子螃蟹 悬翼 多吃点 她争了一瞬 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温暖了 正打算强行吃一口母亲家的螃蟹 却又听到她缓缓开口 悬翼啊 燕州这次虽然出院了 可医生说 她的抑郁症还是很严重 这些年 她住在我们家寄人篱下 有什么心思都藏着不说 确实是委屈她了 她实在是喜欢南希 喜欢的景 怎么都离不开她 如果强行让你和南希结婚 便要了燕州的命了 楚悬翼的手瞬间僵住 筷子上的螃蟹也应声而落 她身体凉得吓人 正正地抬头看向父母 和一直沉默不言的傅南希 所以你们今天对我这么好 为的就是让我继续延期和南希的婚礼嘛 初母迟疑了一瞬 随后开口道 不是 婚礼照常举行 只是新郎 换成燕州 随后她又很快解释道 不过你放心 只是假结婚 这个婚礼最后是不做数的 悬翼 你帮帮燕州 也算是圆了她一直想和南希结婚的梦 楚悬翼只觉得头顶响过一个巨雷 震得她五脏六腑都痛了 而那种震动很快又被愤怒给填满 她难以置信地站起身来 圆梦 圆什么梦 她又不是快死了 更何况 为什么要拿我的未婚妻去圆她的梦 一旁的傅南希终于开了口 玄翼 说话不要那么难听 到这儿 楚玄翼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所有的决定他们都已做好 到她这步只是通知而已 她绝望地抬头看向傅南希 声音颤抖 所以 你也同意了是吗 傅南希争助 她从未见过楚玄翼这样绝望 而又凌厉的眼神 那眼眸中一点一点消散的光芒 似乎把她整个灵魂都抽走 她心中江明有些彷徨 犹豫了片刻后 终于开口道 玄翼 你在忍忍好吗 见她迟迟不答应 楚清然不悦地开口 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致的决定 我们不是和你商量 是通知你 燕州受了这么多苦 你忍忍怎么了 一旁父母也同样应和 无非就是说些让她忍忍 再让一让将燕州之类的话 楚玄翼觉得自己的脑袋都要炸了 愤怒 委屈 痛苦的情绪涌在胸口 让她彻底疯狂 她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了 摔了筷子 一把将桌子掀翻在地 桌上的海鲜散落一地 碟子碗筷摔得粉碎 你们总是让我忍忍 我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 爸妈 你们知不知道 我从小到大就海鲜过敏 根本就吃不了海鲜 喜欢吃海鲜的是江燕州 从小到大 我什么都要让着她 她喜欢我的房间 我就要住更偏更远的客房 她喜欢我的宠物 因为我不肯给 她便悄悄把她溺死 我发烧的时候 你们再陪她上钢琴课 开家长会 你们永远会选择做她的家长 而让我一个人应付老师的质问 她讨厌猪肉的味道 自从江燕州来了我们家以后 你们就再也没有做过 我最爱吃的红烧肉了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 你们是我的爸爸妈妈 是我的姐姐 是我的未婚妻 她崩溃大哭 恨不得把心中所有委屈 都发泄出来 可众人醋眉看着她 犹如看着一个发疯的陌生人 不知道过了多久 众人才纷纷开口 她的爸爸说 你拥有的够多了 就这一次让让燕州怎么了 她的妈妈说 燕州是你姐姐 你连这种度量都没有吗 她的姐姐说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你让也得让 不让也得让 她的未婚妻说 楚璇奕 我们已经决定好了 你就再忍一下吧 这一刻 看着这一周最亲密又最陌生的人 楚璇奕的心彻底死了 她终于知道 不管自己再怎么挣扎 也始终摆脱不了 将燕州带给自己的阴影 她的父母 她的姐姐 她的爱人 早就已经成为了 江燕州最坚强的后盾 在面对他人的攻击 反而会给上致命的一刀 她什么都没有再说 只是苦涩地摇头笑了一下 想在笑他们 又想在笑自己 之后 众人果然没有在管楚璇奕的感受 开始给傅南希和江燕州 筹备起了婚礼 楚家人格外上心 不仅聘请了国外的知名设计师 为其设计礼服 连彩礼也比之前 楚璇奕的足足多了一辈 他们说 江燕州是养子 愈发不能让人小瞧了她 这原本是长假婚礼 却每个人都入了戏 筹备得比她的真婚礼还要真了 在全家人欢天喜地 筹备着江燕州的婚礼时 楚璇奕窝在自己的房间里 一次又一次地渴出血来 她麻木地 把自己渴出血的纸冲进马桶 然后坐在窗边一坐 就是一整天 止痛药已经吃光了 她疼得拿脑袋往墙上撞墙 可即便如此 癌症带来的痛苦 也不能减少几分 从一开始的渴望活下去 到如今 她只希望自己能够快一些解脱 当一个人被全世界唾弃 被最爱的人抛弃 活着远比死去更加痛苦 全球死亡直播最后一天 正是赴南西河江燕州的婚礼 婚礼仪式定在京市的玛利亚教堂 仪式开始前 众人才发现楚璇已不见了 不过大家并没有把她放在心上 只当她闹脾气 而躲了起来 毕竟这场婚礼 她一直都持反对态度 只要婚礼办完 一切都好了 于是 傅南西只交代助理去找找她 便将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婚礼上 一事正式开始 楚妇牵着江燕州 在万众瞩目中 缓缓走向傅南西 婚礼进行去想起 傅南西缓缓走向江燕州 眼前出现的 却是楚璇已的脸 不知她穿上这样隆重华美的新郎礼服 出现在自己面前 会是什么样子 很小的时候 她就会和自己玩新郎新娘的游戏 那时候她还小 却总是偷偷找来投杀盖在她头上 非要缠着她答应当新娘 想到这儿 傅南西不自觉地出了神 待到牧师提醒 她才伸手放在江燕州手上 牧师宣读誓词 宣布两人即将结为夫妻 大门却忽然被人撞开 傅南西的助理满脸惊恐地匆匆闯进来 副总 不好了 楚先生在顶楼 他他在直播自杀 众人脸色刷得一下变了 教堂顶楼 楚璇义坐在最边缘的台阶上 双脚随着冷风 自由地垂下 他许久没有感觉到这样轻松了 大概是人快死的时候 放下了一切 没有牵绊 便不会再感觉到痛苦和难过了 屏幕上的弹幕 比任何时候还要疯狂 今天死亡倒计时最后一天了 居然还真弄了场直播自杀 想死就赶紧去死吧 可不要让我们失望哦 如果骗人的话 死了也是要下地狱的哦 哈哈 笑得肚子疼 你们别吓他了 他哪里敢死啊 楚璇义麻木地画掉一个又一个的弹幕 直到他看到父母 姐姐 傅南希的账号 争先拥厚地进入直播间 他才缓缓抬头 像是透过屏幕和他们对话一般 爸 妈 为什么毕业的时候 为了陪江燕州而丢下我 我也想有人给我送花 我也有想有人和我一起拍照 我吃不了海鲜 我喜欢吃红烧肉 为什么再也不做给我吃了 家里的花瓶不是我打碎的 我从来没有欺负过同学 我更没有大少爷脾气 花钱如流水 为什么你们总是相信江燕州 不相信我 为什么你们总是忘记 他只是养子 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 我得了癌症 本来能治好的癌症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说到这儿 他忽然笑出泪来 原来人痛到极致 是会笑的 爸爸 妈妈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们了 我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你们 可你们总是一次又一次 给我最深的伤害 不知道在今天过后 你们会不会后悔 从来没有给过我爱 可是没有关系 我不在意 从今往后 我也不需要你们的爱了 他擦了一把眼泪 然后又笑了笑 姐姐 你之前最疼我了 可是江燕州来了我们家之后 你就变了 最爱的姐姐变成了江燕州 最好吃的也全都留给江燕州 没关系 从今往后 你就只有江燕州一个弟弟了 你满意了吗 弹幕沉寂了一瞬 随后忽然开始疯狂涌动 这是什么父母啊 居然为了一个养子 而这样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 等一下 如果说他说的话都是真的 那他得绝症也是真的 今天的直播自杀也是真的 赶紧查一下吧 有没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救救他 肯定是真的 天了 血 他流了好多血 楚悬翼看着弹幕里 越来越惊恐的言论 不自觉摸了一把脸 这才发现不知何时起 他的鼻子眼角 都有鲜血流了出来 原来医生说 一线癌后期会很痛苦 死状恐怖 都是真的 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将手腕上傅南希 送他的手表轻轻摘下 而又随意地抛向空中 一道蓝色的弧线迅速下坠 他最后看向屏幕 傅南希 我们一起长大 你说青梅竹马 永不背叛 我真的好爱好爱你 真的想和你共度一生 但 我对你的喜欢 也只在今天 到此为止了 他站了起来 站在教堂的顶尖 俯瞰城市 这一生 终究是痛苦的结束 楚悬翼张开手 闭上眼 如你们所愿 我去死了 如果有下辈子 我不要再做楚家的儿子 不要再当楚清然的弟弟 更不要 爱上傅南希了 所有人 再见 再也 不见了 说完最后一句话 他松开手 决绝地一遇而下 教堂里匆匆跑出的傅南希 和楚家人才刚刚走到门口 耳边便传来一阵呼呼的风声 紧接着 随着众人惊恐的尖叫声 一道熟悉的身影 重重地砸在所有人面前 攥着手里的蓝钻手表 傅南希久久无法回神 从他看见那么熟悉的身影 在他面前从高空跌落 重重地砸在地面上开始 他的眼前就好像一直被 那么逐渐扩大的红色覆盖 那烟红来势汹汹 剥夺了他的所有思考能力 他默然地看着他们 抬走楚悬翼的尸体 看着江燕州崩溃的歇斯底里 看着楚父楚母抱头痛哭 看着楚清然从震惊到心痛 再到愤慨的狠狠一巴掌 打向了坐在地上大闹的江燕州 傅南希一直没说话 所有的声音都仿佛离他远去 他的世界变成了一片灰白 所有的人事物都失去了色彩 只有那一片烟红的血迹 在不断扩大 淹没了一切 这是他第一次知道 原来真正的心痛 是从麻木开始的 意识到失去楚悬翼的那一瞬间 他的心脏好像瞬间停止了跳动 一瞬间所有的痛觉都陷入了停滞 无感尽失 心如死灰 救护车来了又走了 医护人员摇头叹气 癌症 虚弱 重伤 楚悬翼早就已经断气了 连抢救的必要都没有 楚家人联系殡仪馆过来 带走了楚悬翼的遗体 楚父楚母一直在哭 楚清然皱着眉头跟他说了什么 但傅南希没有听见 他一直站在原地 所有的人都走了 周围重新恢复一片安静 就连那片血迹都已经被清理干净 他还是维持着一身婚纱的样子 一动不动 直到路边一家商铺的儿子 调皮地在路边草丛中玩耍 突然间举起拿着什么的右手 手舞足蹈的大叫 妈妈 我找到一个漂亮手表 傅南希仿佛预感到什么一般 愣愣地转头看向他 蓝色钻石闪着璀璨的光芒 在他眼前一晃而过 他冲过去抓住小男孩 拿着手表的手 力道大的男孩哇哇大哭 引来了他妈妈的怒吓 你干嘛 放开我儿子 傅南希疯了一般去抢那根手表 嘴里一直在呢喃着 这是我的 他留给我的 我送给他的 刚刚发生在店门口的事情 老板娘仍旧惊魂未定 听到傅南希的念叨 惊恐地拍掉儿子手上的东西 一把抱起 瞎剪什么 那是死人的东西 慧琪死了 快来洗手 两母子离开后 傅南希小心翼翼地拾起 掉落在路边石板上的手表 手指轻轻抹去上面沾上的灰尘 紧紧攥住 指尖甚至忍不住在微微颤抖 叮铃铃 手机的铃声响起来 傅南希皱着眉拿起手机 点了接听按钮 表情仍旧是一片默然 那边传来楚清燃的声音 你在干什么 玄义马上要火化了 你不准备过来见他最后一面吗 听见楚清燃的话 傅南希心脏狠狠地一痛 一瞬间好像所有的痛觉又都回来了 尖锐的痛感瞬间袭来 五脏六腑都开始剧烈疼痛 他哽着脖子急促呼吸 却在空气进入肺部的那一刻 痛得窒息 仿佛很久之后 他才听到自己的声音 我马上来 但那边没有回应 楚清燃早已经挂了电话 傅南希带走了楚玄义的骨灰 楚清燃最开始是不同意的 就算玄义恨爸爸妈妈 恨他这个姐姐 但玄义毕竟是储家人 更何况 玄义死前 不也明确说了恨傅南希吗 但是傅南希说 要带玄义的骨灰去海边 让玄义死后自由自在 再也没有任何束缚 玄义生前一直被关在家里 每天都很窒息 生病之后又那么痛 他死后 应该不想再待在那个 让他那么难过的地方了吧 所以楚清燃最后还是妥协了 不顾爸妈的反对和痛哭 将楚玄义的骨灰交给了傅南希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 江燕州被他关在他房间 不是之前被他抢走的 原本属于玄义的房间 而是他一开始那个小小的房间 是他害了玄义 虽然他们都有错 但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江燕州 如果不是他嫉妒玄义 如果不是他贪心不足 如果不是他不择手手段 但是江燕州是江书江沈唯一的牵挂 他不能杀了他给弟弟报仇 只是 想到玄义在天台的控诉 楚清燃的心输得收紧 紧接着便是满后的酸涩 那是他从小疼了那么多年的弟弟 后来到底怎么了 他怎么舍得很下心那样对他的 小时候 他为了让弟弟开心 不管是再远都愿意去帮他买他喜欢吃的 每次弟弟调皮捣蛋惹了爸妈不高兴 都是他在乎着弟弟 不让弟弟被爸妈教育 可是自从江燕州来了之后 他总感觉弟弟一天一天的变了 变得贪婪 自私 甚至还染上了赌博 他不止一次看见江燕州哭 委屈得像个小孩儿一样 在他面前哭诉悬疑对他不好 他寒心啊 自己小心翼翼呵护着的弟弟 竟然变成了磨牙祸祸 张牙舞爪 每天变着法的折磨江燕州 所以他才对江燕州那么好 好到渐渐忽略了自己的亲弟弟 可是他忘了 自己从小呵护着长大的弟弟 脸上露出痛苦难耐的表情 心也空空的 他最后的愿望愿 竟然是祈求上天 让他从此与楚家再无瓜葛 他坐在天台上 那样绝望地控诉他们 脸上全是决绝 写满了对他们的失望 痛恨 可是他多想再重来一次 如果还有下一次重来的机会 他一定会好好爱护自己的弟弟 再也不会让姐姐受到一点点委屈 如果还能重来一次的话 他会在弟弟毕业的时候 给他一个重大的仪式 为他庆祝 如果还能重来一次的话 他会亲手给他做他最爱吃的红烧肉 如果还能重来一次的话 他会亲自陪着弟弟去医院检查 带他做手术 好好照顾他 再也不让他那么疼 如果还能重来一次的话 但是弟弟已经那么绝望地抛下他们离开了 他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 是姐姐做错了 悬翼 悬翼 楚悬翼恍惚了一下 意料之中地剧痛并没有传来 反而是被谁轻轻拍了一下 他睁开眼睛 迎面而来的是 姐姐楚清然略微皱着眉头的脸 他眼睛狠狠地盯着她 手上还抓着她的肩膀 楚悬翼愣了 他环顾四周 将燕州正义连委屈地躲在爸妈身后 姐姐则怒气冲冲地抓着她 还有这些熟悉的空间和摆设 这里是 他家 说话 为什么欺负同学 见他一脸茫然的 环顾四周 楚清然历声重复了一遍 今天本来是他的生日 但是 居然听燕州说 他在学校仗着家里有钱 就欺负霸凌同学 甚至还有录音 楚清然问他 他就只知道说不是 没有 死不承认 不知悔改 你再不说实话 我就让银行限制你的银行账户 冻结你的信用卡 这样你也就没办法仗着有钱欺负同学了 楚璇义却突然轻轻笑了一下 嘴里不知道念叨了一句什么 楚清然没听清 皱着没问了一句 你说什么 楚璇义看了他一眼 眼睛里没有了以往的难过和期待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淡漠 仿佛他只是一个陌生人 楚清然被他这种眼神惊了一下 但随即心头却涌上江明的害怕 以及更多的愤怒 他自己做错了事情 拒不认错就罢了 竟然还这样看他 你 话未出口 被楚璇义打断了 只见他冷冷地盯着江燕州 脸上浮起一抹激笑 江燕州你记住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机会 如果你现在跟爸妈 还有姐姐说实话 以前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 江燕州愣了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感觉楚璇义 跟以前不一样了 就在一瞬间 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 听见他的话 江燕州内心慌张了一下 但他摆出一副委屈的表情 看向楚父楚母 委屈地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 哥哥他 呜呜呜 楚父健壮怒不可遏 抬起手一巴掌 就挥向了楚璇义的脸 却没想到被楚璇义抓住了手 他惊讶地看着 抓着他手的男孩 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儿子 你 你还敢动手 楚璇义抬头看着他说 爸爸 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您就直接打我 不合适吧 仅凭一段录音 你就相信我在学校霸凌同学 你不去学校问问吗 不打电话找老师何时吗 楚父正开他的手 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最终看向了楚母 楚母则抱着江燕州安慰 见他们都看着他 一时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说这件事情暂时搁置 等过两天我们去你们学校 会仔细问老师和同学 你也别想提前收买他们 楚璇义听见这话 冷冷地勾唇一笑 不用防着我 你们只要确保老师和同学 没有被江燕州买通了 一起构陷我就成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上了楼 不再理会愣在原地的几人 楚清然和楚父楚母 都在头疼楚璇义的事情 只有江燕州靠在楚母怀里 眼神阴狠地盯着楚璇义的身影 这个楚璇义 从前都不会辩解的 也不会反抗 几天怎么回事 楚璇义一步一步走上楼 刚刚他已经反应过来了 自己大概是重生回到了几年前 楚璇义记得 这个时候的自己应该刚上大四 江燕州的成绩 本来够不上跟他同一个学校 但是他的爸爸妈妈 却硬是考花钱 将江燕州塞进了他同一个大学 甚至同一个班 原本自己期待的大学生活 被江燕州搅得一团乱马 造谣他欺凌同学 通过爸妈抢占他的奖学金名额 用他的作品参赛 但好在 这个时候的自己还没有生病 也还没有被他造谣说赌博 彻底失去父母的信任 重活一世 一切都不可能再让江燕州如愿 既然上天给了他这个机会 他会让这些欺负他的人付出代价 首先第一步 就是攻略姐姐 这个时候的傅南希 对他是百分百信任的 所以只要保持原样 并且提防江燕州暗中使坏就行 而姐姐楚清然 相比于爸妈 对她还存有一点怜悯 偶尔也会维护她一两句 虽然少之又少 但聊胜于无霸 但要怎么样才能让姐姐相信她呢 江燕州很擅长装可怜 那么自己必须得比她看起来更可怜 而且手上还得有证据 楚旋逸闭着眼睛躺在床上 大脑疯狂运转 仔细地一点一点地回忆着 之后江燕州做了一些什么 给了爸妈什么证据 思来想去却发现 江燕州好像除了这一次污蔑她霸凌外 从未再拿出过什么切实的证据 从来都是仅凭她的话 父母和姐姐就相信了 从而对自己怒目相笑 楚旋逸忍不住苦笑 也不知道这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 明明是她的爸妈和姐姐 楚旋逸却连她们最基本的信任都得不到 而一个满嘴谎言的养子 却拥有了她们全部的爱和信任 呵呵 太可笑了 楚旋逸想着想着 忍不住笑出声 却在翻身的瞬间 收不住眼角的泪珠 只能任由她们滑落在床上 近视了一大片被单 一日凌晨 楚旋逸特得起了个大早 趁大家都还没起床 来到她姐姐楚清然的房间 楚清然刚刚睁开眼 还没来得及翻身起床 便听见了敲门声 她皱眉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确定才五点多 她原本是打算起床健身的 这么早谁会来敲她房门 请进 听见她的声音 楚旋逸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看清是楚旋逸的瞬间 楚清然眉头皱得更深了 你这么早来干嘛 楚旋逸心里翻了的白眼 却还是红着眼睛走到她床边 姐姐嗓音带着一点点颤抖 委屈地叫她 你怎么了 大清早的哭什么 看见她眼睛里含着泪水 声音颤抖的样子 楚清然心里浮起一丝心疼 我在学校真的没有欺负同学 但是燕州好像误会我了 你能不能帮帮我 你说燕州误会你 怎么回事 楚清然拉着她 走到窗边的沙发上坐着 暗开了房间的大灯 关闭了床头的小灯 明亮的灯光下 楚旋逸的委屈 更为明显地呈现在她眼前 整个眼眶都是血红的 眼里布满了血丝 鼻子也是红的 两边鼻翼似乎因为擦拭而微微破了皮 隐隐透出几分血丝 楚清然递给她一张湿巾 仿佛叹了一口气 态度也柔和了许多 先别哭了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楚旋逸接过湿巾 听着她的语气心头一喜 从姐姐这里突破这步棋走对了 她没有擦眼泪 反而是眼睫一眨 大颗的泪珠从脸颊上滚落 一边哭一边委屈地说 我也不知道那些录音是谁给燕州的 但是那些话是恶意剪辑过的姐姐 我那时在艺术节表演的时候 跟同学拍话剧的台词 却被人恶意掐头去尾 添油加醋地剪辑成霸凌 不哭 怎么可能不哭 楚旋逸面上委屈 心里却在冷笑 哭着说这些话 你才会信啊我的好姐姐 那些录音 楚旋逸前世第一次听的时候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前世的她太愚蠢 竟然妄想掏自己拿到证据 证明给父母姐姐看 结果好不容易拿到证据 藏在了家中价值千万的骨刺花瓶中 却被江燕州摆了一道 结果不仅没有费尽心机 拿到的证据被销毁 反被诬陷因为对江燕州心存恶意 所以故意推她导致打碎了花瓶 所以现在 她得先找到一个江燕州 不敢得罪的人做靠山 然后在她的帮助下拿到证据 再由她给父母 你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呢 楚旋逸倒是对她有点刮目相看 没想到她会主动找她帮忙 还提出了让她可以接受的理由 我们每次排演都会录音的 方便结束后复盘 话剧团的团长手上都有 但是我怕那个故意想害我的人会 楚清然皱眉 她知道她的意思 先不说故意涉及陷害她的人是谁 但她既然能够这么说 就代表这其中 必定是有些她不知道的事情吧 其次 能够想出这种招 必然是很了解楚旋逸和江燕州 而且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 否则不会把录音给燕州 虽然楚旋逸这几年 眼看着越来越不听话 骄纵四亿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楚家的人 轮不到别人来替她教育 她看着楚旋逸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我知道了 我会找人去查 你先去收拾一下 准备去学校吧 还有 别哭了 谢谢姐姐 楚旋逸低眉顺眼的道谢 听话的擦了眼泪 收起了哭音 转身走出楚清然的房间 谁都没有看见 转身的瞬间 原本还一脸委屈的脸色 瞬间变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淡漠和冷静 根本没有刚刚替死横流时的 委屈和不安 来到学校后 楚旋逸先是第一时间 联系了话剧团团长 然后寻着前世的记忆 毫不费力便拿到了完整的录音文件 顺便还把文件 直接复制了一份邮件 发给她姐姐 等她做完这一切去上课的时候 画室里的人已经坐满了 只剩下角落里的位置 她记得那的凳子坏了 凳子腿儿已经松松散散 稍微一用力就会散下 上辈子她毫无预兆地坐下去 却在座上的瞬间摔倒 凳子腿连接处的钉子 划上了她的小腿 她腿上的疤痕就是这么来的 见她进来 老师先是看了一眼教室 然后指着那个角落说 悬疑今天来得有点晚啊 那边还有一个位置 快去吧 楚悬疑点点头 顺从地走过去 路过江燕州身边的时候 余光瞥见了她脸上得意的笑容 楚悬疑不屑地发出一声冷笑 走到那个位置 站在凳子旁边 假装整理话剧 拿起重重的书包往凳子上一搁 本就岌岌可危的凳子轰然散下 砰的一声 引得所有人都向这边看过来 她惊叫一声跳开 委屈地望向老师 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老师 可能是我的书包太重了 老师一脸茫然地走过来查看 一个书包等有多重 能把凳子都压塌了 结果看完才发现 竟然有人故意拧松了连接处的螺丝 而且是每一个连接处都拧松了 只留下一点点尖尖卡在上面 难怪会放个书包救她 老师脸色变得有点难看 不管是谁 在课堂上时这种小伎俩 都绝对是没安好心 但是几十双眼睛看着 也不能发火 她安慰了一下楚悬疑 给她换了一张凳子 继续上课了 周围的人都在感叹楚悬疑运气好 书包替她挡了险 不然那的凳子上那么多钉子 这要是没注意坐上去 肯定会受重伤 楚悬疑也假装是自己运气好 假疑说着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只有江燕周一脸淡漠地 远远看着被幸运之神眷顾的她 脸上毫无表情 眼神中却透露出几次不甘与恶毒 心里冷哼 哼 算你这次运气好 下次可就没那么好运来了 楚清燃围绕着江燕周和楚悬疑周边的人 挨盖调查了一个遍 但是都没有什么收获 她差点以为是楚悬疑在胡说 这个时候她收到了楚悬疑的邮件 正文什么都没写 只有一个附件 楚清燃点开附件 楚悬疑的声音清晰可闻 果然如她所说 那段话是在排练话剧 叮 微信提示音传来 楚悬疑给她发来消息 姐姐 你看到邮件了吗 楚清燃看着他们的聊天界面 上一次聊天的记录还是在一年多前 她问她会不会送她去大学 她没有会 楚清燃微微醋眉 心里仿佛闪过了一丝异样的情绪 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变得这么忽视悬疑了 看到了 这个事情姐姐信你 先好好学习 跟燕周好好相处 回家再说 楚悬疑看着楚清燃的话 脸色变得复杂 就连这样 都还要提一句江燕周吗 这么护着江燕周 仿佛她才是她的亲生姐姐 楚悬疑原本有一丝期待 和欣喜的眼神瞬间化为了冷漠 果然 她不该对任何人抱有期待的 今天是周末 楚悬疑早早地回到家中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过后 她选择了一个平台 注册了一个名为预言家的ID 开了直播 直播间名称为一个预言故事 她点开直播 看着熟悉的界面 邮寄的上一次开直播 是在她跳楼的时候 当时弹幕里面还是骂声一片 所有人都觉得她是在作秀 是在博同情 都在说她是一个赌博成瘾的恶人 直到她拿出证据准备跳楼的时候 弹幕才惊呼一片 这一次 她要以另一种身份 借由所有网友的眼睛作为证据 揭穿江燕州的真面目 让所有人给她道歉 预言家 什么意思 这个直播间是来玩狼人杀的吗 不是吧 那怎么开在生活区 不应该去游戏区吗 主播是不是不太熟练开错了 楚悬疑调试好摄像头 出现在画面里面 弹幕顿时一片惊呼 哎呦我靠 帅气小哥哥 哎 小哥哥是开直播玩狼人杀吗 楚悬疑看着弹幕评论轻轻一笑 轻声说 不是玩狼人杀哦 然后她拿出早早准备好的笔记本 给大家展示 是一个空的笔记本 然后她说 从今天开始 我每天会写一个预言 关于我自己的 可能是第二天发生 也可能是近期内发生 但是具体时间不确定 有可能是好事 也有可能是坏事 好事同喜 坏事请大家一起帮我想想办法 说完 她把这段话整理成简单的规则 挂在直播间上 直播间的观众不多 但是都来了兴趣 弹幕一片期待 或 玩这么刺激 结合主播的名字预言家 难道主播真是预言家 不可能吧 估计是什么小网红剧本吧 不管是什么 总之感觉很新奇的样子 楚悬疑对着镜头一笑 翻开了本子 说 今天开始 下面我将写下第一条预言 说完 楚悬疑把直播间镜头一转 对准了笔记本 她拿起了笔开始写道 明天是7月12日 上午的天气会很好 但是中午有暴雨 明天是弟弟的生日 我的父母会做一桌海鲜大餐 还会送给他一套房子 姐姐会给他送一个相机 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忘记了 我不能吃海鲜 所以我明天会被骂 主播自写得好好啊 啊 这也能叫预言 这都能猜到吧 对啊 爸爸妈妈和姐姐 给弟弟准备了什么礼物 只要多观察就能猜到啊 又或者 你们原本就商量好了 楚悬疑看着弹幕一笑 说 还没写完 她手里的笔不停 继续写道 我也给弟弟准备了礼物 但是弟弟会说 想要我的一幅画作为礼物 那幅画是我的参赛作品 我不想给他 我该怎么办呢 写完 楚悬疑合上了笔记本 她把镜头转过来 看着弹幕的观众说 好了 这是今天的预言 明天就是弟弟的生日 所以大概率明天就会发生 请大家帮我想想 该怎么拒绝弟弟的要求 说完 她想了想又补充道 另外 我的爸妈和姐姐 一定会要求我满足弟弟的愿望 所以请排除 利用他们拒绝这一个办法 大家可以先帮我想想办法 弟弟的生日宴大概率是晚餐时间 所以我会在下午四点开始直播 一直到弟弟的生日结束 说完之后 弹幕又热闹起来 我靠 这么晚 好好好 刺激 那 那不是得直播弟弟的生日宴会吗 你没经过他们同意 不太好吧 看见这条弹幕 楚悬疑仔细想了一下 觉得也有道理 她跟直播间的观众商量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才能既保证 真实性又不让他们露脸呢 这样吧 开始直播的时候 我会在自己房间 从出房间开始就会关闭摄像头 只开麦克风 大家可以介绍吗 可以啊 可以可以 先试试吧 楚悬疑灿烂一笑 那以后就暂时先采取这种方式直播 在我自己的房间我会开摄像头 但是出去之后就会关闭 只保持连麦状态 那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 明天下午见 说完 楚悬疑直接关闭了直播间下播 正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是楚清燃 她看着楚悬疑 皱着眉头疑惑地问 你在跟谁打电话吗 傅南希电话打到我这来了 说你一直战线 楚悬疑拿起手机一看 果然有三个未接来电 都是傅南希的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开了飞行模式在画画 可能没听见 我现在给她打过去 说完 楚悬疑转身回到了房间里 拨通了傅南希的电话 南希 电话很快接通了 那边传来傅南希温柔的声音 嗯 是我 你在忙什么 怎么不接电话 楚悬疑笑着说 在画画 不小心开了飞行模式 没听到 你呢 这是重生后 楚悬疑第一次和傅南希联系 她现在对傅南希 说不好是什么感觉 好像不爱了不牵挂了 却也不恨她 大概挨莫大于心思 经历过一场死亡 她什么都看淡了 她不再需要傅南希的爱 自然也不恨她 我很想你 傅南希轻轻呢喃了一句 但是楚悬疑却没有回应 她忍不住又说了一遍 悬疑 我说我很想你 楚悬疑面无表情地勾了勾嘴角 那笑容局限于嘴角 没有进入眼睛里 甚至连双颊是否动了 都看不出来 我知道了 另一头的傅南希 轻轻皱了眉头 怎么感觉 楚悬疑好像不太一样了 是在生气吗 以往她总是依赖她 跟她倾诉生活中的不开心 爸爸妈妈和姐姐的不公平 虽然从清然和燕州的话中 得知并不是那么回事 但是她从未拆穿过她 她跟她说情话的时候 她也总是会害羞腆腆 但不该是这样的反应 冷淡得如同陌生人一般 悬疑 你怎么了 楚悬疑沉默了很久 突然说南希 你知道江燕州喜欢你是吗 傅南希愣了一下 半赏才说了一个恩 楚悬疑突然笑了 原来这么早 江燕州就已经在离间 她和傅南希了 难怪前世 傅南希回来之后 对她那么冷淡 原来早就已经不信任她了 在傅南希眼里的她 和在爸妈眼中的她 根本就是一样的 亏她还那么信任傅南希 以为只有傅南希 是相信她的 原来她和其他人都一样 只是她不愿意说破而已 傅南希 我们分手吧 楚悬疑沉默了很久 终于下定决心 说出了这句话 傅南希一下子急了 她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 握着手机的手 是微微颤抖着的 不 悬疑 不可以 我们为什么要分手 我不同意 楚悬疑一直不说话 无论傅南希怎么问 她始终保持着沉默 直到傅南希那边也吸了声 开始无尽的沉默 楚悬疑才说 傅南希 你知道为什么的 你早就不相信我了 不是吗 所以我们分手吧 其实楚悬疑也很犹豫 该不该分手 在重生之后 她才想明白 为什么前世的傅南希回来之后 对她那么冷漠 为什么傅南希 明知道那一切都与她无关 却还是在父母姐姐 合力将她一步步 推向深渊的时候 选择沉默 还有在得知她患有一线癌 并且已经回国之后 也依旧没有带她去医院治疗 甚至知道她因为癌细胞扩散 最后走向死亡 她都没有问她一句 关于病情的事情 这一切都是因为 傅南希早已听信了江燕舟的话 她和她的父母姐姐 都是一样的 并没有任何不同 傅南希没有回答她的话 而是正愣了很久 突然说 我尽快回国 我们当面谈 楚旋义不置可否的笑笑 直接挂断了电话 看着周围熟悉的一切 回忆起生前生后的所有人 楚旋义忽然觉得 周遭都是冰冷的凉意 她仿佛置身冰冷的寒窑 那冷意直逼她的心脏 上辈子她曾经怀疑过 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最终闹得重判清理 谁也不信她 这辈子得知自己重生的时候 她突然想通了 其实她什么都没有做错 她没有干坏事 即便身边的人再怎么逼她 她也没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可是她又什么都做错了 她错信了自己的家人 错信了爱人 她懦弱 被欺负了却不敢去争 她愚蠢 在错误的道路上一错到底 明知难强却不回头 所以上辈子以死自正 是她该有的结局 楚旋义闭了闭眼 久久没有睁开 是她活该 一日下午 快到下午四点了 楚旋义准备好笔记本 调试好直播间的镜头 开始直播 四点整 楚旋义打开了直播间 弹幕瞬间铺天盖地 直播间的人比昨天多了不少 哎 好准时 别的不说 准时这一点让我爱上主播了 主播今天的内容是什么 接下来就到了紧张刺激的 验证预言的环节了吧 楚旋义打开笔记本 翻到昨天写下预言的那一页 拿出笔看着弹幕说道 昨天有说 希望大家帮我想想办法 大家先说说这个吧 弹幕瞬间热闹起来 我先来我先来 我建议主播直接跟弟弟说 话已经拿去参赛了 他应该就不会要了吧 我的建议是 给他 但在话中隐藏下来你自己的名字 大家都在说什么 什么话 什么弟弟 是我的话 毁了也不给他 要不跟他说 重新话一笔送给他 楚旋义慢慢翻着弹幕 一边看着大家的建议一边解释 我之前已经说过 话是参赛作品 他之所以要就是为了这场比赛 我靠这是作弊吧 嗯 我也觉得 毁了也不给他 看见这条弹幕 楚旋义忽然示然一笑 他重来一遭 早就不在乎那些虚名了 自己出不出名都没关系 但是一定不能让江燕州 借着他的话出名 思考了一会儿之后 他对弹幕说 那请大家帮我做个见证吧 我与这幅画的缘分 到此为止了 说完 楚旋义走到阳台 取下那幅已经装表完成的画 将摄像头调整好 对着那幅画 只见他仔细地将画的外框 一一拆下 知道最后只剩下画布 然后在弹幕一片的心疼和痛呼声中 拿来黑色颜料 一笔一笔亲手毁了这幅画 此时的弹幕一片惊呼 天呐 说出那句话之前 没想到画得这么好 难怪宁愿毁了 都不愿意让给弟弟 这根本就是大师级水准了 好心疼 好难受 我都这么心疼了 主播心里肯定在低血吧 家人们 就是说 这件事情还没发生啊 万一姐姐没要这幅画呢 卧槽 这位兄弟你发现了华典啊 这待会儿 要是弟弟没管他要这幅画 主播就等着哭吧 楚旋义看了一眼弹幕 摇了摇头 说 不 他们一定会要 楚旋义毁画其实非常心疼 这幅作品他花了快一个月才完成 而且 在上一世里 他最后拿了一等奖 只是 获奖人却不是楚旋义 靠着这幅画 将燕州一战成名 成为了人人称赞的少年天才画家 可是这一世 楚旋义不想让他如愿了 所以他宁愿毁了 也不愿意让给他 毁画的时候 他拍了视频 以免将燕州到时候不认账 收好视频看看时间 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晚餐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 楚旋义拿着已经被毁掉的画盒手机 来到一楼餐厅 摄像头已经关了 但弹幕仍旧滔滔不绝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要来了 我靠我靠 但是看着家中设施的摆放 楚旋义突然说 我发现一个不用关闭摄像头的好方法 说完 楚旋义拿着手机走向餐桌 他们家吃饭的位置是固定的 今天为了给江燕州庆祝生日 桌上摆了两个新鲜的花篮 楚旋义调到前置摄像头 摆好角度对准他自己 拿了几层黑纱盖住手机 放在花篮里面 这样一来 瞎人看不见手机 直播间的观众也看不清他们的脸 最多只能通过身高胖瘦 判断一下男女 刚不知好 江燕州就挽着楚父楚母来到餐厅 楚清然则景随其后 见楚旋义已经在餐桌上坐好了 楚母难得录了点笑容 既然都到了 叫阿姨上菜吧 都坐好后 楚父陈生吩咐身后的管家 是 老爷 管家毕恭毕敬地答 然后转身去了厨房 不出片刻 菜品楚楚续续端出 随着管家一一爆出菜名 弹幕也逐渐疯狂 只可惜 没有人看到 天哪 居然真的全是海鲜 可是主播不是说他海鲜过敏吗 可能后面还有别的菜吧 就算给小儿子庆生 也不可能一口饭都不让大儿子吃吧 可是 听着动静好像是上完了 但是好像真的除了海鲜没有别的菜 不是吧 这是搞什么 虐待 楚旋翼没有时间去理会弹幕 他也根本管不了弹幕说什么 虽然早就知道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但真正当事实摆在眼前 楚旋翼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 父母在不停地给江燕州加菜 姐姐也在笑着让他多吃点 他坐在一边 盘里碗里都是空的 那一桌子菜 他一样都不能吃 可是没有人注意到他 他就像是多余的 被排除在他们幸福的一家四口的世界之外 楚母见他迟迟不动筷子 眉毛拧起来 嫌弃的声音尖热而难听 还不吃等着人喂吗 还是这么多菜都不合你胃口 也不知道娇气给谁看 楚旋翼在这声音中憋回了眼泪 冷声说 我海鲜过敏 你可以不记得 但我自己不能不记得 说完彻底放下了筷子 抱着手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们也不管他 等吃得差不多了 到了送礼物的环节 来 周周 这是爸爸妈妈送你的 钻石宝石手表 是古董 楚父楚母拿出礼物送给江燕周 江燕周欢天喜地地接下来 打开之后故作为难地说 可是这不是奶奶留给哥哥的 楚母看了一眼一直不说话的楚旋翼 陈生说 他不听话 越来越不像样 凭什么拿 说完又温柔叮嘱江燕周 你好好收着 别丢了 听见他们的对话 弹幕一片哀声叹气 这偏心也太明显了 不懂就问 主播该不会是杨子吧 我也想说 这差别待遇 不是轻生的吧 可能 你们积点口得吧 就是啊 主播已经很惨了 但是目前为止 主播说的都应验了 正说着 就听见传来一道男声 周周 这是姐姐送你的 你喜欢很久的相机 就当提前祝你毕业快乐 是楚清燕 那是一台很漂亮的专业相机 其实江燕周 根本不会使用专业相机 但是他们就是想给他最好的 谢谢姐姐 江燕周开开周周的收下 末了又看向楚旋翼 哥哥的礼物呢 只这一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楚旋翼身上 楚旋翼叹了口气 伸手拿出早早准备好的礼盒 是一个艺术品雕刻 也价值不菲 但是将燕周收下之后 去说 跟姐姐和爸妈的相比 哥哥的礼物有点不够呢 察觉的另外三人投来的灼热的目光 楚旋翼再度叹气 该来的总会来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哥哥把你这次的参赛画作送给我 随着江燕周的话音落下 弹幕一片抽气声 这真的不是他们商量好的吗 我靠我靠 楚旋翼仰头哈哈大笑 风味一般停不下来 知道楚竟然皱眉盯着他 他才说 好啊 送给你 你那么想要 给你 说完他把一只放在脚边盖着黑布的画 拿起来递给江燕周 江燕周没想到他这么爽快就答应了 一脸惊喜的说 真的吗 谢谢哥哥 可是却在街下黑布的瞬间黑了脸 怒不可遏的冲楚旋翼大声说道 楚旋翼 你敢骗我 你当着爸妈的面就敢撒谎 楚旋翼仍旧是那副毫不在乎的淡漠脸色 甚至动都没动一下 嗓音懒懒散散 我可没骗你 说着把拍了毁画视频的手机递给江燕周 笑着说 这就是那幅画 不信你自己看 江燕周不敢置信地点开视频 看见楚旋翼一笔一画的亲手毁了这幅画 江燕周颤抖着手指他 你 你 楚旋翼拍开他的手 眼睛里闪过了一丝疯狂 你什么你 这是我的话 毁了 也不给你 说完趁几人都去安慰江燕周 悄悄将花篮中的手机拿在手上 转身回了房间 没有人去关心他会不会难过 他们都只在乎江燕周的心情 直到楚旋翼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视线中 楚旋翼才看着视频中 楚旋翼颤抖的手霍红着的眼眶陷入沉思 想到他刚刚眼底的疯狂 楚旋翼第一次觉得 他们是不是对旋翼太过分了 楚旋翼回到房间 才拿下抱着手机的黑纱 看着疯狂刷屏的弹幕 他笑着说 你们以为这是表演吗 不 我比你们更希望这是在演戏 但这才是我的真实 说完他再次坐到桌前 看着手机上的信息 开启了下一篇预言 今天是7月13日 明天将会是一个美妙的日子 我的前女友要回来了 直播间的观众们仍在感叹 很多人心疼楚旋翼 觉得他家人对他太过分了 也有人讨伐江燕州的贪心不足 和不知廉耻 但是都无济于事 这毕竟是楚旋翼的生活 他们帮不上忙 除此之外 也还有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 这是他们一早商量好的 一切都只是剧本 楚旋翼没有去解释什么 时间会证明一切 他拿出笔记本 翻开新的一页 写下第二个预言 今天是7月13日 明天将会是一个美妙的日子 我的前女友要回来了 但是几天后 弟弟跟爸妈和姐姐说 我在赌博 可是事实上我并没有 弟弟是在造谣 我该怎么证明我没有赌博 让爸妈相信我呢 写完之后 楚旋翼很久没有说话 看着笔记本上的字 他忍不住内心发产 从这里开始 就会陷入上一世真正的噩梦中 爸妈相信了江燕州的话 以为他真的在赌博 成了一个赌徒 所以家里很快会真的冻结 他所有的账户 他的生活费 都是后来他自己靠卖华赚的 但是那一点点收入 远远不够他之后的医疗费用 必须得从源头上解决 要揭穿江燕州的真面目 楚旋翼回神 看着镜头说 大家今天也看到了很多 有人说我不是我爸妈亲生的 但是事实上 我就是爸妈的亲生儿子 而弟弟是养子 弹幕一片哗然 怎么可能 哪有亲爸妈不疼儿子 反而重养子的 你确定吗 别是你自己搞错了吧 对啊 建议主播再去查查吧 楚旋翼淡然一笑 没有和网友争辩 只是淡默地说 其实爸妈的心思也很好猜 也许一开始 他们这样只是为了让弟弟有安全感 失去了亲生父母的孩子 可能更需要疼爱吧 只是在这样一天天的偏听偏行中 失去了他们原本应有的公正 希望将来有一天 他们不会后悔 弹幕又是一片感慨 楚旋翼没有跟他们讨论 只是有点怅然若失 这时候见有一个弹幕 提到他为什么要写前女友 楚旋翼一愣 想到傅南希 楚旋翼内心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 傅南希是一个变数 上一世他没有这么早回来过 他们也一直感情很好 从未吵架 更不用提分手 这一次 他过早的提出了分手 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影响 其实说是前男友 我们是昨天才分手的 楚旋翼苦笑 什么 惊呆了 你们为什么分手啊 所以主播的前女友回国 是为了挽留主播吗 家人们我已经搬好小板凳 准备吃瓜了 楚旋翼看着弹幕说 是因为他不信任我吧 不是不爱了 只是两人之间没有信任 所以走不下去了 哎 异地恋信任确实很重要 更何况你们这还一国 所以是主播提了分手 对方决定回来挽留 总觉得前妻姐还怪好的呢 楚旋翼轻轻勾了一下嘴角 是不是挽留还得之后才知道 不过我猜 我们一定不会再和好啊 楚旋翼跟观众们 约好了直播的时间 便迅速下播了 其实决定直播的时候 楚旋翼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直播跟所有人分享 他知道的信息 让大家一起帮他想办法 一方面是为了集思广义求助 另一方面也是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成为他的证据 其实他早就做好了很多准备 提前去银行留存他所有的收入和支出流水 以保存回忆为名 拍下了很多和朋友一起出去玩 或者画画的视频 甚至去当志愿者做公益时 也请别人拍下了他忙碌的视频 他记得上一世将燕州诬陷他赌博的时候 就是用他很多个不在家 也不在学校的时间 编造他是去赌博了 而那时的他拿不出证据 他的解释也没有人性 所以他提前留存了所有的证据 他记得上一世将燕州 污蔑他时提到的每一个时间点 这一次他做好了完善的准备 甚至没有提到的 只要不在学校或者家里 他都录了视频 这些其实已经足够应付 将燕州的污蔑了 但自己一个人 难保没有疏漏的地方 所以让大家都帮忙想办法也是好的 这天上午十点 楚旋艺做完一部分闭设 准时上线直播 直播间已经又有一部分人 早早的就在蹲了 所以他刚一开播就有不少弹幕 哎呀 主播还是这么准时 小哥哥小哥 我想了一下 面对这种造谣最好的方式 就是以牙还牙 用魔法打败魔法 你也可以当着父母的面说他 只要他拿不出证据 证明他没干过 那就也不能说你干过 很快就有热心网友 回答了他昨天提出的问题 楚旋艺点头一笑 觉得是个不错的法子 拿出笔记本 记在了昨天写的日记下面 应对办法 一造谣回去以牙还牙 他看着弹幕 笑着说 还有吗 观众储蓄多了起来 有信来的人 劳粉也会主动解惑 倒是替他省下了不少事 也有很多人提出了新的想法 也有提出疑问的 比如 话说如果主播真的是预言家 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你没有提前做准备吗 楚旋艺笑了 于是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他做的准备工作 不少人惊呼他的诊命 也有更多的人开始怀疑 这是剧本了 这其实是剧本吧 怎么可能又真的预言家 还提前准备 你怎么预言的能说说吗 楚旋艺想了一下说 不是剧本 至于怎么预言的 就像是恍惚间做了一个梦 梦里所有的事情 我都已经经历了一遍 醒来后发现 梦境与现实一模一样 有点恐怖了家人们 不是 主播你难道穿越了吗 有点穿越剧那为儿了 怂怂间 楚旋艺无所谓的说道 是真的梦还是穿越 于我而言都不重要 但是希望大家能帮我做个见证 说完继续问 除了之前写下的那条 大家还有别的办法吗 其实我感觉主播自己手上的证据 就足够了 对啊 属于是准备充分了已经 我想到一个有点损的 笑死 好奇有多损 快说快说 总结就一个字 庄 弟弟如果说没有亲眼看到 是道听途说 你就说有人在故意抹黑你 请求家人帮你 注意要把他们的利益带进去 比如说这样做 一定是针对你们家 为了搞垮生意之类的 只有这样家里人才会重视 如果他说亲眼看到了 你就说怎么可能 然后拿出证据 说你在这些时间点在干嘛 然后装委屈把事情闹大 不要说是弟弟看错了 要顺着他的话说 有人在故意冒充你 阴谋论 同样还是扯到家族生意上 主张一定要报警 这样才能彻底推翻谣言 也能给弟弟提个醒 让他下次不敢再这样造谣 卧槽 这个好 这个好 求求这位网友的心眼 分我一半 哎 我这也是之前职场 被别人造谣才成长起来 总结的经验 楚悬翼也觉得不错 他再次拿笔记录了下来 应对办法 一 造谣回去以牙还牙 二 装 哈哈哈哈笑死 主不好时程 装 简单一字概括所有 正聊着 楚悬翼听见有人敲门 他跟直播间的观众 打了一声招呼 关闭了摄像头 起身开门 门口竟然是刚回来的傅南希 打扮精致 还是那么漂亮 楚悬翼愣了一下说道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找我有事吗 傅南希轻轻皱眉 他真的变了很多 甚至连之前眼中长存的期待也不在 只剩下一片冷漠和淡然 为什么 悬翼 你不希望我回来吗 楚悬翼可能也没有想到 他千里迢迢奔回来见他 只为了能够及时留住他 他们之间的感情 从一开始的青梅竹马 到现在已经订了婚 只只等楚悬翼毕业 他们就可以举办婚礼 但是这个时候 楚悬翼却提出了分手 楚悬翼放他进来 二人一块坐在床边的沙发上 南希 你知道燕州喜欢你 那你肯定也听了很多 他们对我的评价不是吗 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跟我说呢 楚悬翼看着傅南希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 看着傅南希的眉头 渐渐聚拢 形成一个小小的穿字 过了一会儿 传来了傅南希一项轻烈的声音 燕州喜不喜欢我重要吗 我喜欢的人是你 那他说的那些话呢 我猜他肯定跟你说 说我现在变了很多 说我很多坏话 而且你也信了 是不是 傅南希看着他 忽然伸手抓住他的手 被楚悬翼躲开了 这一刻傅南希心中 闪过一丝不悦 但更多的却是 铺天盖地而来的慌张 是 很多话我信了 但那又怎么样 不管你怎么样 你都是我未来的丈夫 而且那些也不过是 你们争风吃醋的一些小手顿而已 根本不影响什么 即便他说的那些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 即便他现在所享受的一切 原本都应该是我的 你也不在乎吗 听见傅南希的话 楚悬翼忍不住大声争辩 傅南希这样的态度惹恼了他 原来在他心里 他怎么样其实不重要 不是 悬翼 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委屈 所以我才想早早地跟你结婚 这样你就不用在家里受委屈了 不好吗 不好 没做过的就是没做过 我不可能因为所有人都说 我做过了我就承认 还有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说完 楚悬翼将傅南希推出门 随后关上了房门 任由傅南希在外面敲门 他只当听不见 而此时 弹幕也早已经吵翻天了 主播说的对 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无论别人怎么说都不能退缩 这个前夫哥怎么回事 不信自己男朋友却信别人的话 就是啊 这样还敢说他爱主播 但是哥哥做得好 就是得这样才对 但是我觉得前妻姐也没错啊 与其帮男主争辩 不如就他早日脱离苦海 楚悬翼刚想回复大家的弹幕 就听见门外传来了姐姐 楚清然的声音 悬翼 把门打开 我们家的教育 教你把客人关在门外的吗 叹了一口气 楚悬翼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中午了 姐姐应该是上来 叫他们下去吃饭的 楚悬翼干脆收拾好设备 将存有准备好的 视频证据的iPad拿上 还拿上了一只 放在床头的小包 里面塞得鼓鼓囊囊的 顺便把开着直播的手机 揣在了兜里 轻轻说了一句 好戏开始了 她拉开门 看着站在门口的两个女人 一个是她曾经最亲密的爱人 一个是她轻生的姐姐 现在却都一脸不悦地看着她 楚清然见她出来了 这我没压着声音说 就算你们是情侣 但是有问题 是不是应该好好商量 你把傅南希这样一声不吭地 关在外面算怎么回事 楚悬翼一听了也没有辩解 只是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轻声说 不是情侣 已经分手了 然后就迅速转身下楼了 没有看见身后 楚清然正愣的眼神 和傅南希苍白的脸色 自从上次将燕州生日之后 楚悬翼觉得餐桌上 摆上花篮的主意很不错 于是要求家里的庸人 保持这样的摆设 只是经常更换鲜花 兴许是这点事情 本来就无关痛痒 又或许是楚母自己也觉得 这样更好看 也就默许了 这就方便了楚悬翼 藏直播设备 她提前几分钟下楼 就是为了率先过来放好手机 将手机放在相同位置之后 她就安静坐着不说话了 耐心等人都到齐 又过了几分钟 只剩下楚母和江燕州环没到 楚清然带着傅南希 坐在楚悬翼身边 交代楚悬翼好好照顾好客人 才绕过他们走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吃饭吧 小副 好久不见 等会儿看看菜和不合胃口 谢谢楚叔 还想说什么 却被楚母怒气冲冲的声音打断了 楚悬翼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蠢货 你敢去赌博 楚悬翼听见她的话 低着头轻蔑一笑 低声喃喃道 果然开始了 楚母几步走到楚悬翼面前 怒不可遏地盯着她 见她一脸淡漠地回头看她 怒气翻涌 抬手就是一耳光 狠狠地扇在了楚悬翼脸上 力道非常大 而且迅速 大家都来不及反应 楚悬翼甚至连躲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她打得偏了身子 脸上迅速泛红肿起来 嘴里也迅速传来一股难受的血腥味 她咳嗽了一下 急忙抽了一张纸巾捂住嘴 复南西迅速起身去扶楚悬翼 一边查看她的伤势 一边问她怎么样了 楚父和楚清然从震惊中回过神 一个走到楚母身边 低声问怎么回事 一个走上前带着江燕周走过来 江燕周大概也没有想到 楚母会生气到直接打人 一时间愣在原地 好像下忙了一样 楚清然过去拉她 她才回过神 看着被复南西搂着的楚悬翼 脸上的表情变换僵侧 楚母将刚才江燕周告诉她的话 当着所有人的面又说了一遍 燕周同学生日 她去参加生日宴会 带了生日送她的手表 被别人看到了 那人是个不学无数的富二代 常年流连在赌场 看到燕周的手表 问她和玄奕是什么关系 燕周追问之下才知道 玄奕竟然染上了毒瘾 还拍了那张照片 说仅仅是她的一条手表 就价值千万 根本不愁没钱 楚父皱着眉头听完 话音刚落便听到砰的一声 是她一巴掌拍在了餐桌上 紧接着便是震天的怒骂 她指着楚玄奕的手轻微颤抖 一个大学生 你出去赌博 还敢口出狂言败坏家风 你给我跪下 楚玄奕忍不住想笑 她推开傅南西 擦了一下嘴角的鲜血 目光灼灼地看着江燕周 上一世的这个时候 她因为前几天 江燕周的生日跟父母赌气 没有下来吃饭 不知道江燕周 这一番漏洞百出的诬陷 竟然是这样的 一张价值千万的项链照片 榴莲赌场的富二代 真的太可笑了 她坐着身子 抬头看着一脸恨不得 把她杀了的楚妇楚母 淡淡一笑 指了指凳子叫他们 爸妈又转头看向楚清然 姐姐 坐吧 关于这件事可能要聊挺久 都坐着吧 站着嘞 楚清然皱了一下眉头 心里闪过一个怪异的念头 她狐疑地看了一眼江燕周 漠不作声地走到椅子上坐下 楚妇楚母也坐下 顶着一脸怒气 楚母咬牙切齿 好好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狡辩 等到都坐定了 楚玄奕揉了揉眉心 盯着江燕周 眼神中寒光隐隐浮现 声音冰冷 江燕周 上次说我欺负同学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跟你说过 那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给了你机会 你不中用 不好好珍惜 那就别怪哥哥狠心了 江燕周看着楚玄奕 心里江明不安 但面上还是一副 无辜委屈的表情 她眼中浮现出泪光 颤着声音看向爸妈 只这样一言不发 便得到了爸妈的支持 楚妇沉着声音说 说你自己的问题 你还要欺负燕周 我看你是欠收拾了 刚刚你妈那一巴掌 还没把你打醒 楚玄奕自嘲地笑了一下 心中忍不住 暗暗嘲讽自己 你看 这就是你的父母 你还对他们 抱有什么期待呢 她沉默地闭上了眼睛 思考该怎么一点一点 瓦解江燕周的面具 分析该从哪里入手 过了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她再次看向父母 或江燕周 这一次 眼里的那一丝痛苦和期待 都全部消失殆尽 剩下的只有无尽的冰冷 寒光四射 有那么一瞬间 江燕周感觉周遭传来了良意 冻得他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皱了一下眉 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首先 楚玄奕在一片静默中开口 燕周说 是在同学生日宴会上 遇见了一个榴莲赌场的富二代 先不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 你同学的生日宴 为什么要邀请一个赌徒去 邀请这个人参加私人宴会 你同学又是什么人 难道你同学也赌博吗 那你呢 你是不是也被你同学 带得经常赌博 江燕周 被他一连串灵牙利时的反问 弄得慌了神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些只能装作委屈 小生装可怜 我没有 楚母咒梅迪和楚玄奕 燕周是什么样的孩子 我们心里清楚 你不要污蔑他 说完轻抚着江燕周的被安慰他 楚父则沉吟了一下 但是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燕周 以后这个同学 你还是尽量少来往 江燕周轻轻点头 知道了爸爸 楚玄奕不屑的一笑 怎么 江燕周空口白话 他就挨了一顿打 连辩解都来不及 他只是顺着江燕周的话反问 就是污蔑了 但是他也懒得再去争论 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下去 第二 关于那张手表照片 江燕周 你编这个谎话的时候 不能打打草稿吗 他冷冷一笑 又看向父母和姐姐 出言嘲讽 还有你 送礼的时候 怎么也不查查 那条手表到底价值多少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愣了 楚福立生问道 你什么意思 楚玄奕摸了摸自己 被打得红肿的脸 疼痛让他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在看向他们的时候 眼神更加冰冷了几分 呵呵 难道奶奶没有告诉你们 那条手表是假的吗 他还记得那是小时候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姐姐都很疼他 但最疼他的人是奶奶 他经常看见奶奶 拿着那条手表叹气 他觉得是手表惹奶奶不开心了 所以就跟奶奶说 把手表给他 这样奶奶就不会不开心了 奶奶被他哄得高兴 将他抱在怀里 跟他讲了这个钻石宝石手表的故事 项链是他当时送爷爷的定情信物 后来他刚刚怀上爸爸的时候 爷爷却突然生病了 他一个孕妇管理不好公司 公司的那些人趁火打劫 将最原始的处事吞得一干二净 而爷爷的病需要天价的医药费 而且在那个年代 医疗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 就算治了也不一定能活下来 他又怀着孕 家里剩下的资金不多了 为他着想 爷爷自己选择了放弃治疗 但奶奶不愿意 所以把手表拿去当了 那个时候那条手表才是真的价值连城 只是那时候钻石不出名 所以主体是钩石打造的 只那一颗纯粹透亮的祖母绿宝石很值钱 但是钱到手了 爷爷却还是手术失败趋势了 等奶奶操办完爷爷的后事 想要去输回那条手表的时候 却发现已经被一个国外的收藏家买走了 再也找不到了 奶奶便寻着记忆 自己画下了那条项链的样子 还是坚持原样用钩石打了项链的主体 却一直找不到一颗一样品质的绿宝石 后来他用那笔钱创下了现在的处事 看着处事越来越大 便寻世界想收回那条项链 却一直没找到 只能用找到的一颗很纯净的天然绿玛瑙模的样子 嵌入项链中 效果出来的时候奶奶都愣了 因为真的很像 只是美则美矣 却不值钱 纯粹是个念想罢了 所以啊 那条项链只是奶奶思念爷爷的一个物件 却并不值钱 奶奶说要留给我 是为了让我有一天替他找到那条真的而已 看着全家人惊讶的神情 他鼻子一酸 他想奶奶了 如果奶奶还在 看见他被这么欺负一定会很难过吧 江燕州的脸色越来越白 他没有想到 这里面竟然还有这样的转折 楚旋翼看着江燕州慌乱紧张的脸色淡淡一笑 而我 从一开始就知道手表是假的 怎么可能拿他去炫耀 江燕州 你真是好啊 自己送到我面前来了 姐姐 江燕州眨了眨眼睛 委屈地说 这不是我说的 我并不知道这条项链的故事 但是我说的也都是真的 楚母见他哭了 心疼地替他擦眼泪 好了好了 你又不知道这些 你只是被坏人骗了 不怪你 楚父忍不住皱眉 张口玉说什么 临到又和尚了 反倒是楚清燃 皱着眉沉声问 这只能说明你没有拿着照片去赌场炫耀 却不能说明你没有赌博 不然一个赌徒 怎么会知道你楚旋翼的名字 还知道你有一条钻石手表 楚旋翼转头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晌 说 姐姐就没有想过 是江燕州在污蔑我吗 第二十章 楚旋翼看着楚清燃越皱越深的眉头 苦笑了一下 轻声说 对赌博的另有其人 其实楚旋翼一开始也没有想到 他只是在重生之后觉得奇怪 一般人再怎么样 不会想到用赌博去污蔑一个女孩子 可为什么江燕州在往他身上 泼这种脏水的时候 眼睛都不眨一下 更重要的是 其实爸爸妈妈原本就已经对他很好了 楚旋翼自己画画也很厉害 在上一世毕业之后 通常一幅画都价值不菲 对于江燕州来说 根本没必要一直离间自己和楚家的人 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 如果江燕州和自己友好相处 那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这样 除了爸妈和姐姐 自己也会对他很好 可是江燕州还是选择了不择手段的害他 在上一世中 去世的时候他也揭穿了江燕州 想必他死了之后 江燕州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这种害人中害己的桥段完全就是多余 所以在重生之后 他趁着自己还有一定的自由 毕竟是楚家少爷 权力金钱都有 赶紧去查了江燕州 结果这一查 居然真的查出了不少东西 江燕州说的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真的 只是把主角换了而已 真正赌博的人是江燕州 而因为怕事情败露 他从来不以真面貌使人 出入赌场都带着一个白狐狸面具 对外说是某家少爷 不想被人认出来 更加可怕的是 就连穿衣风格 江燕州都换成了他一贯的风格 他们俩确实身形相似 但除了容貌不同 仔细看的话 两人的身材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江燕州要比他矮个两三公分 但也比他瘦一点 分开的时候 两人看起来身材差不多 但站在一起的时候 就很容易分辨 而且江燕州从小喜欢亮色 楚旋艺则一贯喜欢轻盈简约的风格 衣服从来都是低调大气的款式 江燕州利用了这一点 学着他长穿的风格 戴着面具出入各大赌场 难怪无论上一事 他怎么辩解 怎么求姐姐去查 家人都对他赌博这一点身形无疑 看来实际上 他们应该早就查过了 通过各种资料 找到了楚旋艺赌博的证据 这也是为什么 当他拿到这些资料后 立马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通过各个录像 录下他所在的时间 地点 录下他正在做的事情 而且必须要全面地拍下 除了在家人眼皮底下 和学校监控中的所有时间 他当然能够做到 只是他却觉得很累 江燕州给他泼脏水 只需要几句话就够了 他证明自己 却需要在背后耗费无数的时间 精力和心血 叹了一口气之后 楚旋艺拿出了那份调查资料 放在桌子上 江燕州 这是一份关于你的资料 你自己要先看看吗 江燕州一愣 惊讶地看着他 心跳越来越快 越来越大声 仿佛要跳出胸腔了一般 他听见自己咽了一口口水 洋装镇定的道 我的资料有什么好看的 我活着单纯透明 爸妈哪一点不知道 我要是做坏事 爸妈肯定早就打死我了 哈哈哈哈 好 装得好 你最好记住你现在说的话 楚旋艺被他不见棺材 不落泪的愚蠢逗笑了 拿出那份资料 一张一张地摆在所有人面前 楚夫看着眼前的资料 眉头紧皱 楚母只是瞟了一眼 眼神却在一张监控照片前 突然停下 指着那张照片说 楚旋艺 你还敢冤枉燕州 你自己看看 这不是你吗 楚旋艺冷笑 您真是好妈妈 一眼就认出那是我 可是你仔细看看 那真的是我吗 换了套衣服 就认不出你口口声声叫着的宝贝子 江燕州 一时被他对得哑口无言 正愣着不知道说啥 楚旋艺然却皱着眉头 拿起那张照片 指着照片上结出来的时间说 这不是旋艺 这一天这个时间 他在画展做讲解员 那场画展我也在 楚旋艺一愣 他还没来得及拿出视频呢 没想到姐姐居然会帮他说话 而且还去了他讲解的那场画展 一直沉默的傅南希 也突然指着照片中 男孩子的某个部位说 确实不是旋艺 旋艺的后腰这里 有一个很明显的纹身 是跟我一起纹的 除了我们俩谁也不知道 楚旋艺想起来了 那是他要出国的时候 他说要一起纹一个情侣纹身 他们俩都属龙 但是楚旋艺那个时候 嫌弃纹个龙太丑了 而且龙纹复杂 他怕疼 所以两人一合计 在同一个部位 纹了一模一样的小蛇 只是楚旋艺身上的是红色 傅南希身上的是青色 楚旋艺心里一暖 半晌 他像是笑了一下 鼻子却忍不住酸涩 他继续说道 所以这张照片上的我是将燕州假扮的 话音未落便听见江燕州的尖叫 不可能 那不是我 你那个纹身遮一下就没有了 其他人还来不及说话 楚旋艺便说 还不承认是吗 这是你的卡物信息 消费记录 还有利用爸妈给你的信用卡 挪用公帐的证明材料 你知道吗 江燕州 要想人不知除非几将为 你的一切所作所为 都会留下证据 从包里拿出那一打数据单 他冷漠地看着楚父楚母 又说 还有爸爸妈妈 你们的偏听偏信 对江燕州的不加管教 已经严重影响公司财务状况了 如果不是我去调查 根本不知道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说到这 他顿了一下 转头沉默地 看了楚清然很久 才说 另外 我还意外得到了一份遗嘱 是奶奶生前立下的 说完 他拿出了手机 打电话给姐姐身边的一个助理 叫她拿着东西进来 等助理进来 大家才发现 那还是楚老太太在世的时候 亲自安排到楚清然身边的一个助理 姓玲 但是因为那脸低调不出风筒 一直没有得到楚清然的重用 可是楚玄义记得 在前世跳楼之前 他只遇到了这个助理 也只有这个助理没有看主子脸色 对他冷嘲热讽 所以他把那两封信交给了他 让他给姐姐 也是他第一个发现了他准备跳楼 凭着这份感激 楚玄义重生之后找到了他 问他是不是愿意帮助他 他却给了他一个律师的电话 告诉他奶奶特地为他立了一份遗嘱 什么遗嘱 楚父怀疑的目光 在两个儿子之间犹疑不定 听见楚玄义提到遗嘱 沉声问他 楚玄义没有说话 直到林特助带着律师走进来 才说念吧 是 律师走到中间 先自我介绍完之后 才沉声念出楚老太太的遗嘱 我这么多年创下楚氏集团 亲手一点一点将他抚养长大 楚氏就如同我的孩子一般 我想 我应该有权利选择将我的孩子托付给谁 我手上楚氏集团的股份总占比是73% 我在此将其中的52% 无偿送给我的孙子楚玄义 在我过世之后 他将成为这52%股份的实际持股人 另外 我成立的一个基金项目 名为千里归家 是送给玄义的成人礼 从他成年开始 他就是实际拥有者 有人会替他打理 等他成年后 就是他的创业几栋资金 立主人 蒋慈欣 律师念完之后 所有人都愣了 70%多的股份 竟然几乎全给了楚玄义 楚清然咒眉问 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这份遗嘱 做过公证吗 律师恭敬地回道 做过公证的 暂时没有启用 是因为当时楚老太太说 如果楚先生没有遇到困难 要求我们在他毕业之后 才能给他 但是当时楚先生 找到我们识的状况 楚清然懂了 本来那就是全部留给楚玄义的 可能是因为到了楚玄义 十几岁的时候 奶奶看出了父母 对楚玄义的忽视 和江燕州的偏重 奶奶也曾劝过楚父楚母 但二人觉得自己没有错 更疼爱江燕州 是因为他乖巧 这么一个乖巧的男孩 却失去了父母 本来就应该多加疼爱 这也导致奶奶后来生病 乃至过世的时候 都一直担心父母会对楚玄义不好 而事实也证明 楚玄义后来确实因为 家人的偏心过得越来越不好 所以他找到律师的时候 正好是他遇到困境 即将被江燕州 设计成赌徒的时候 再听一次奶奶的遗嘱 楚玄义还是忍不住痛哭流涕 他在这个家唯一的依靠 所有人都因为他不愿意 一次又一次 让着江燕州而责怪他的时候 只有奶奶会关心他 会哄他 他吸了吸鼻子 忍着泪水拿出平板 另外关于赌博 这是我所有的不在场证明 因为医嘱的关系 已经找律师证实过了 确保全部真实 他的话还没说完 便听到了江燕州 疯狂的尖叫和痛哭 楚玄义 为什么 为什么我努力了这么久 你还是全部夺走了 楚玄义听见江燕州的话 忍不住仰头大笑了一声 笑过了站在江燕州面前 居高临下说道 我不是早就警告过你了吗 这一切都是你活该 玄义 傅南西皱着眉轻声唤他 你早就准备好了是吗 为什么 楚清然也反应过来 这一连串的反击 绝对不是一招一息就能完成的 今天他也早就知道江燕州会诬陷他 所以才连这些材料都带过来了 玄义看着地上发疯的江燕州 冷笑着说道 对啊 我早就知道了 我等着这一天呢 楚服楚母这才意识到 自己错得有多彻底 楚母颤颤巍巍地想去拉 站在一边的楚玄义 楚玄义反应迅速地躲开了 退开了几步警惕地看着他 楚母看见他的反应 一下红了眼眶 颤抖着声音喊了一句他的名字 玄义 楚父则看着江燕州痛心疾首 悔不当初 你 你居然是这样一个 楚玄义沉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半嗓 他想起来直播还开着 当着所有人的面 他拿走了花篮中的手机 缓缓上楼了 事情的转变太快 短短的晚餐时间发生了太多事情 甚至颠覆了另外几人的认知 见他拿了一个什么东西 走上楼进了自己卧室 傅南希跟着他上楼 走到门口 却听见他正在说话 是的 材料准备了很久 至少也有一个多月吧 傅南希站在门口皱眉 他在跟谁说话 咚咚咚 敲门声传来 楚玄义正在跟直播间的网友解释 听见声音转头 才发现是傅南希站在门口 进来吧 傅南希走进房间 静止走到他身边 看到他关闭了摄像头 才发现他竟然在直播 你 刚刚的事情 你都在直播吗 楚玄义点头 是 如果你是想问吃饭时 我是不是全程直播 而且现在也还在直播 所以你最好是有话快点说 说完出去 傅南希瞄了一眼他的直播间 记下了房间号 没有说话 转身出去了 楚玄义起身关上了门 然后打开了摄像头 继续和大家说话 今天的直播时间有点长 只要是事情真的有点多 他差点忘记了还在直播 但是直播间的粉丝 在短短几个小时 却增长到了几十万 弹幕也越来越多 多到他根本来不及看 好刺激 主播好妞 这是什么爽文照进现实 也太痛快了 诶 主播好厉害 天哪 居然是楚氏集团 这就是豪门内斗吗 可是这样 主播岂不是年纪轻轻 就走上了人生巅峰 万万没想到 楚氏为了杨子虐待亲生儿子 却被亲儿子打脸 本是最大的瓜 我竟然是现场吃的 我也 我是楚氏集团的 上班墨鱼吃瓜 竟然是自家瓜 笑死 主播现在是你老板了 你敢在老板面前说墨鱼 楚旋一看着弹幕玩耳一笑 公司是姐姐在管 我没必要去争这个 以前姐姐欺负了我很久 应该会愿意让我当个 只拿分红的蛀虫吧 羡慕 年纪轻轻就退休了 今天的直播时间有点长了 这两天应该暂时 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 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下一次预言之前 我还是会在固定时间直播 但主要应该是 让大家看我画画 有兴趣的可以来看看哦 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主播就先走了 大家生活愉快 拜拜 说完 楚旋一关闭直播下线了 她确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江燕州的事情 已经摆在台面上了 姐姐肯定会去处理好 但是傅南希的事情 只能她自己去处理 傅南希回家之后 便打开了电脑 搜索楚旋一的直播间 但是她已经下播了 傅南希只好全网搜索 有没有她的录屏 没想到 居然真的有人做了直播录屏 她一个一个点开 从第一次直播开始看起 越看眉头皱得越深 心中的不安和心疼也越来越深 看着楚旋一面对家人的忽视和背叛时 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定了罪 还有今天楚母的那一巴掌 那么重 她的脸都是肿的 肯定也特别痛 她闭了闭眼睛 感觉自己仿佛要窒息一样 心疼的呼吸不过来 她不在她身边的时候 原来她竟然受了那么多苦 原来她跟她哭诉的那些事情都是真的 可是她做了什么 她竟然和楚家人一样 选择相信了江燕州的话 甚至忽视了楚旋一 从前一次又一次的求助 导致她现在已经不相信她了 傅南希拿起手机 拨通了楚旋一的电话 过了一会儿 那边传来了楚旋一的声音 喂 旋一 我 南希 你看了我的直播对吗 我看了 对不起 我现在才明白你要分手的原因 嗯 但是旋一 为什么 你会知道那么多事情 甚至能准确预言到发生的事件 傅南希在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心里有一种不好的猜测 她觉得 答案应该不止楚旋一 在直播间说是做梦那么简单 楚旋一还没来及回答 就听见傅南希又说 旋一 我们聊聊 好吗 好 那明天一起去走走吧 下午两点 在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店见 好 明天见 一日 傅南希站在一家 名为格律的蛋糕店门口 远远的就看见了迎面 向她走来的楚旋一 现在正值盛夏 但昨天夜里下了雨 今天又突然降温 二十来度的天气刮着大风 没有太阳 天空阴沉沉的 却意外的凉爽舒适 楚旋一穿了一件白色衬衫 和黑色裤子 她腰背比直 长得好看 肩颈露出的皮肤白皙 喉结转动 充满诱惑 傅南希第一次觉得 自己不该放她一个人在国内 自己单独出国读书的 她现在已经长大了 与以前的她是那样不同 而她成长的这些年 自己错过了太多 傅南希就那样直直地看着她 直到她走到她面前 南希 楚旋一看傅南希一直看着她 直到她都走到她面前了 她也没说话 于是主动跟她打招呼 傅南希这才回神 玄奕 你来了 要不要吃蛋糕 楚玄奕摇摇头 以前确实喜欢吃这家店的蛋糕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她早就不吃甜食了 走吧 我知道你有很多想问的 我都告诉你 楚玄奕带着她穿过一片小巷子 来到傅边 走到一条长椅上坐下 抬头看她 示意她也做 等到傅南希坐下 她转头看着她笑了一下 语气淡淡的 说出口的话 却让傅南希整个人愣在原地 南希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看着她脸上淡漠的神情 和平静的语气 傅南希以为自己听错了 她震惊地看着她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愣愣地说 你 楚玄奕似乎是笑了一下 但那笑容并未进入眼睛 明明勾起了嘴角 却 满眼都是悲伤 你不是问我 为什么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吗 因为我全都经历了一遍 包括昨天的那一巴掌 也是我第二次来了 傅南希皱着眉头 不敢置信地看着她 怎么可能 就算是做梦 哈哈哈哈 楚玄奕忍不住笑了 看来她真的把她所有的直播内容都看了 只是 不是做梦 那只是我应付网友的借口罢了 她转头看着她 眼睛微微眯起来 伴着傅边呼啸的大风 傅南希有那么一瞬间 觉得她像是地狱穿越而来的黑天使 毕竟 我不可能在直播间说 我是重生的 傅南希倒吸一口凉气 她不可思议地望着眼前的人 怎么也没有想到 她居然能这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你说的 楚玄奕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转头看着远处的覆面 还是那样弹幕的语气 都是真的 上一世的我 死在了25岁 死亡原因是 一线矮晚期 跳楼自杀 傅南希皱眉 她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死因 为什么她会拖到一线矮晚期 最后还为此跳楼自杀了 傅南希没有说话 楚玄奕边看出了她的想法 接着说道 是不是觉得很离谱 楚家的儿子竟然因为一个一线矮 而选择跳楼自杀 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这么悲哀 上一世的我太傻了 一直期待着爸妈和姐姐会会回心转意 期待着你回国后会帮我 可是都没有 将燕州污蔑我赌博 爸妈和姐姐就信了 其实我查出了一线癌 把诊断书拿到他们面前 他们也不信 傅南希仿佛被她的悲伤感染 整个胸腔都被悲伤的情绪缠绕 喘不过气来 玄奕 我 你什么 你想问你为什么不帮我 玄奕狠狠地盯着她的眼睛 与戴讥讽讽的拿话刺他 你自己想不到吗 现在才22岁 你现在就已经不相信我了 在我的话 何将燕州跟我姐的话中间 你会下意识地觉得我在说谎 之后还有三年的发展过程 她停顿了一下 毫无感情地笑了一声 哈哈 傅南希 你自己是什么性子 你不清楚吗 你觉得按照那个去 去世发展下去 三年后的你 会相信我没有赌博 而是真的生病了吗 傅南希正愣着没有说话 也无法反驳 因为她知道 她不会 看着悲伤的楚玄义 傅南希似乎想说什么 她想要辩解 想说这辈子的她不会这样 可是这样的话 却又显得苍白无力 可她还来不及履清思绪 她便不留余地地 引爆了真正的炸弹 傅南希 你知道我死在什么时候吗 傅南希心中不安 转头去看楚玄义 她的眼里布满了 熊熊燃烧的愤怒和悲戏 我死在你或将燕州婚礼的那一天 从你们举办婚礼的教堂楼顶 一跃而下 怎么可能 傅南希惊慌地从长椅上站起来 看着长椅上的楚玄义 满是不敢置信 大风吹乱了楚玄义的短发 发丝随着风在她额前飘扬 她盯着傅南希 眼睛也变得通红 呼啸的风声将她的话语吹得破碎 仿佛开了慢速一样 一个字一个字地 蹦进傅南希的耳朵里 怎么不可能 江燕州以此相逼呢 或者三年后的你 也爱上了江燕州呢 傅南希意识不知该怎么反驳 她想说她不会 她想说她爱的人是她 可是就像她说的 按照她上辈子的发展经历 她怎么能空口说自己不会呢 傅南希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明白 为什么她知道自己 经常会跟江燕州和傅秦然通话之后 那么生气 又为什么会再察觉到 自己已经不相信她的话之后 执意要分手 因为她早就知道了后续发展结果 如果她不是重生回来的 如果她没有努力找到那些证据 按照原本的发展 自己会在一天天 对她的怀疑和不信任中 流失掉对她的爱 她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一切 才会那么坚决地要分手 可是 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 她还有机会获得原谅 不是吗 玄义 对不起 我替我自己向你道歉 但是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给我机会让我陪着你好不好 楚玄义笑着转头看她 不 傅南希 你不需要道歉 就像我也不需要你的爱一样 我们分手了 就这样吧 不行 玄义 你别离开我 傅南希蹲在楚玄义面前 紧紧抓着她的手 抬头看着她 眼里是她从未见过的慌乱 玄义 不许走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没办法原谅我 可是你答应我 不要这么决绝 给我机会 好不好 我不回国外了 我在这里陪着你 我会对你好 等你哪天原谅我了 我们再在一起好不好 傅南希的声音都在颤抖 双手却紧紧地抓着她的手 眼里充满了祈求 楚玄义心里忍不住一疼 她上辈子也这样求过她 求她不要答应爸妈和江燕州的要求 求她不要和江燕州结婚 可是她却没有心软 如今轮到她来求她了 楚玄义静静地看了傅南希好一会儿 直到她忍住了鼻头的酸涩和喉咙里的哽咽 才引起心肠冷声说 你愿意等就等吧 就当是 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吧 慢慢来 楚玄义最近一直在忙毕业的事情 毕业设计和实习的事情堆在了一起 每天都在焦头烂额中度过 而楚清燃则终于发挥了一次姐姐的作用 在拿到江燕州的那些证据之后 雷厉风行地将一切都查清楚了 原来江燕州十几岁的时候 因为楚父楚母的宠爱 手上零花钱多到用不完 又因为年纪小没经历过这些 太过单纯好骗 一下子就被那些整日吃喝嫖赌的二流公子哥 带入了赌场 而他也在一天天的纸醉精迷中迷失了自己 从此以后 江燕州开始刻意假扮楚玄义 借由楚玄义的身份出入各大赌场 所以很早以前 燕州就开始计划了 楚清燃看着对面的楚玄义 轻轻说道 听完一切的楚父楚母 小心翼翼地看了眼餐周另一边 正在安静吃饭的楚玄义 都没说话 这是那天之后 一月多月以来 玄义第一次跟他们一起吃饭 对于自己这个儿子 楚父楚母深知他们自己亏欠了他太多 想要弥补都无从下手 至于江燕州 毕竟疼爱了这么多年 哪怕他做了坏事 他们也不希望做得太绝 所以一开始 楚清燃提议说 把他送到国外的军事教育管理学校去的时候 他们是不同意的 燕州容易生病 去国外本来就是一个人 还要去军事教育学校 他们怎么能安心 直到楚玄义不通不痒地说了一句 不送去国外留着让他继续赌博吗 楚父楚母于是就不敢再说了 燕州现在变成这样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他们太过娇宠偏心造成的 更何况以后燕州走了 玄义是他们唯一的儿子 之前犯下的错都没办法弥补了 现在怎么可能还敢再违背他的想法 现在燕州已经送出国了 但是他们和楚玄义之间的裂系 却好像一个巨大的无底黑洞一般 怎么都无法填补 他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修补 已经犯下的错是没办法抹去的 就像那天他们想对玄义好一点 楚母亲自下厨 给楚玄义做了以前 他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还做了很多其他他爱吃的菜 可是楚玄义站在桌边看了一眼 一口都没吃 连做下吃饭的脸面都没有给他们 面对他们的讨好 楚玄义冷眼相对 不用刻意讨好我 装出一副多疼爱我的样子 我不需要 说完楚玄义投也不回的就上楼了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他背对着他们说 已经死心之后的爱就不用再给了 显得多余 声音里没有起伏 听不出爱恨 他像一个隔岸观火的陌生人 是一个利于他们世界之外的第三者 老两口这才意识到 有些伤害是修复不了的 近期都比较忙 算算日子 也已经很久没有直播了 楚玄义时隔几个月再一次打开了直播 心里猜着他的粉丝 应该已经差不多掉完了吧 没想到开直播的时候 竟然还是有很多粉丝在蹲点 天哪 这是什么情况 我只是惯例来瞟一眼 竟然蹲到了 OMG 奶奶你关注的主播回来了 哥哥最近现实很忙吧 看见你的画展了 什么什么 画展在哪 立刻 马上 现在 把画展地址给我 别逼我求你 楚玄义被逗乐 笑着说画展早已经办完了 最近闭设也做完了 下一步计划开一家画廊 弹幕感慨楚玄义的生活很充实 问他有没有什么开心的预言 分享一下 楚玄义笑着摇摇头说 之后预言可能很少了 大概我的生活已经进入正轨 所以不需要预言了吧 说完他站起来 真诚的弯腰向粉丝道谢 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 如果之前不是因为有大家帮我证明 揭穿江燕州赌博的事情是大家都看见了的 不是我们楚家暗箱操作把一切安在江燕州头上 恐怕网上现在还在发酵 江燕州赌博的事情爆出来之后 居然有人在背后操作 铺天盖地的信息说楚是欺压杨子 把亲儿子做的事情安在杨子江燕州身上 结果舆论没出一天就被调转过来了 楚竟然甚至还没来得及找公关去处理 既然是直播间的粉丝自发上传了当时的现场录音 什么是真正的事实一听便知 而背后想要借此抹黑楚事的人 也很快被楚亲人救了出来 直接发了律师函让他哑口无言 听见楚旋翼的道谢 网友们纷纷发弹幕表示不用感谢 又说希望楚旋翼还是经常直播 他们喜欢看他画画 楚旋翼也笑着答应了 正想着楚旋翼想起今天开播的另一个任务 他拿出那个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 近几天他在洗澡的时候突然有些不舒服 他突然意识到这跟上辈子不一样 肿瘤提前来了 而直播间的观众见他拿出笔记本 正准备在上面写字 惊呼声一片 纷纷问他怎么了 楚旋翼没有回答 直接写道 今天是10月27日 我明天要去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是一线癌 希望我能拥有好运 希望这是可以治愈的 观众惊呆了 刚还说最近不会有预言 这怎么马上就写了 而且还是这么严重的问题 见弹幕都在担心他 楚旋翼反而释怀地笑笑安慰大家 没关系 大家不用担心 我应该会没事的 而且还没发生呢 万一这一次我的预言错了呢 天哪这次希望哥哥真的预言错了 希望没有得癌症 给姐姐好运 祈祷 祈祷 弹幕一片红色 整个直播间被祈祷两个字刷屏 楚旋翼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 对他的善意 眼眶忍不住也红了 正想感谢大家 傅南希的电话打了过来 楚旋翼按下接听键 只听那边傅南希的声音止不住地在头 哽咽着说 旋翼 你 你不会有事的 我 我明天陪你去医院 楚旋翼一愣 这才反应过来 傅南希在看他直播 他笑了一下 反过来安慰傅南希 没事 南希 我会没事的 对 你一定会没事 明天 我陪你去 上辈子是没有及时治疗 这次一定没事的 一定没事 楚旋翼知道他现在肯定在哭 他能听到傅南希努力维持正常的表面下 那破碎的哽咽和哭腔 他心里一暖 跟直播间的大家道别 关了直播专心安慰傅南希 他知道 傅南希担心他最终逃不过上辈子的命运 担心他会因此死去 他自己也担心 但他相信 一切都有转机 更何况 他还有奶奶给的好运 第二天 检查结果一如楚旋翼所料 不过好消息是 现在是一线矮早期 肿瘤比较小也没有转移 所以手术切除就好 傅南希忙前忙后替他安排好一切 才安心陪着他住院 在傅家和楚家的双重压力下 手术完成的快速且成功 楚旋翼恢复得也很快 甚至来得及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毕业的那天 楚清然带着父母一起陪楚旋翼拍毕业照 虽然他们的关系没有回复到小时候的亲密 但毕竟缓和了不少 傅南希则带着一大束花 在旁人一片艳羡的目光中走向楚旋翼 楚旋翼恍惚看见上辈子的自己 正站在人群中幸福的微笑 他接过花 笑着和大家一起拍照 上一辈子的遗憾 他终于在这一世圆满了 也许是奶奶的爱真的感动了上天 给了他一次重生的机会 又或许是他上辈子太惨 连上天都看不过去 总之 他现在觉得很幸福 全文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